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早在五年前 2014年11月30日以及12月7日 《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訊息中 由華穆斯已經詳盡分享到 《美國謀害中國》的十個步驟 隨著第四部被收買的黑社會介入破壞社會開始 逐步推進到第七部內戰當民主、政府以及警隊瓦解 之後就是第八部軍隊介入即軍法統治 最後就是第九部全球傳媒譴責 以及第十部國際譴責以及制裁 無疑五年前 當日華穆斯作出前瞻性警告之後 在今年6月9日共同信息69當日開始 香港隨之爆發反修例行動 整個香港爆發持續六個月 每星期末月末了的黑衣人暴亂事件 大量黑衣人四處搗亂 破壞、縱火以及謀殺 打破遲疑見人士的商店 撕了社會上的反對者 有示威者發起全港三罷行動 強制性在多區主要公路、交通交匯署 以及各項交通工具進行堵塞 甚至按照日華穆斯五年前警告的劇情 在近期 正正有黑衣人提出所謂第六訴求解散警隊 要求瓦解現時維持香港秩序的警隊 日華穆斯五年前的分析和警告 正正在我們眼前逐一應驗發生 自從有示威者發起三罷行動 堵塞多區主要公路、癱瘓交通 以及各項交通工具 其中,九龍塘以及聯合道一帶 受道路堵塞影響 雖然有人下車自行搬走部分路障 但浸會醫院預約手術以及門診服務 均受不同程度影響或取消 消防及救護車也未能前往召喚地點 執行滅火救援以及緊急救護服務 大批暴徒堵塞多間大學外的馬路 路面堆滿磚塊、鐵欄、樹木等雜物 其中,幾十名市民在九龍塘歌和老街 以及窩打路道一帶 大同手推車,將馬路上部分磚塊搬到路旁 十一月十七日,九龍塘城市大學對開 哥和老街以及達之路一帶 有大片磚頭鎮以及一幅超過一米高的石磚牆左路 約五十名自稱區內居民到場幫忙清理路障 移走路面磚頭,亦有消防員用電鋸 將石磚牆以及地上的鐵柱拆走 其中,警員在附近一條行人天橋 檢獲一批懷疑汽油彈 一些名人亦紛紛支持清理道路雜物 包括本港著名地產發展商信和置業主席王志祥 以及多名議員和藝人 此外,亦有幾十名市民 自發到香港大學外的博芙林道清理路障 期間,有人在天橋上 接連向協助清理雜物的人群 投擲兩支汽油彈 其中一支直接命中一名男子腳邊 導致該男子鞋底著火,險象環生 四周圖人嚇得跳開 更有市民在旁邊大叫無人性 多個地區,均有幾百名市民以及大學校友 在不同大學附近自發協助清理雜物 期間,有黑衣人要求市民離開 不可以搬走路障以及雜物 雙方發生爭執 有市民被襲擊私鳥,甚至被摘汽油彈 另一邊,九龍塘九龍東軍營 過百名駐港解放軍自發性主動出動 在附近浸會大學一帶清除路障 為反修例風波以來的首次 亦是解放軍繼去年九月超強颱風山竹集港 在新界麥里浩徑清理塔樹枝之後 再一次出動 當日,大部分駐港解放軍穿上整齊的麥綠色汗衫 深藍色短褲,小部分則穿上籃球衫 背後印有特戰百連,雪峰特戰營致養 兩隊皆為解放軍特種部隊 解放軍聯同在場市民,合力圓聯幅度和溪幅度一帶 執拾馬路上的磚頭,拆卸暴徒捉起的磚陣 部分解放軍一口氣雙手捧起十幾塊磚頭,仍然面不改用 同時,解放軍帶備工具,例如錘仔、鉗和鐵線 嘗試將鐵欄重新裝回行人路上 另一批解放軍則手持掃把或鐵鏟 將馬路上的垃圾路障掃到路旁或裝入垃圾膠袋 整個行動歷時半小時,包括十磚頭,掃垃圾 以鐵線紮好被拆散的鐵欄,過程迅速,快手快腳 午時正即列隊操回軍營 一起清路障的市民見狀都鼓掌叫好,又高叫香港加油 反之,在場一批消防員只是慢吞吞吞協助掃垃圾 當名防暴警察則就手旁觀 有軍官被追問行動目的時,回應 香港市民的掌聲就是我們最好的形象 今次是駐港解放軍自發義務性質 並非特區政府請求協助 完成任務之後,解放軍列隊,三人一排 部分手持紅色膠桶,浩浩蕩蕩操回軍營 而軍營大閘繼續有持長槍軍人站崗 事實上,隨著這次駐港解放軍協助清理道路之後 近月來,黑衣人長時間霸佔道路的情況亦顯著減少 另一方面,11月23日開始 李大附近槍會山解放軍軍營裏面 有駐港部隊五日內三道村防暴裝備進行演習 包括防暴盾牌、頭盔、步槍、長盾、防暴叉等 列城方陣,在指揮官帶領下操練 12月2日,隨著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之後 中國政府公布反制措施,制裁美國非政府組織 以及暫停審批美軍艦機訪港 中國官媒強調,解放軍駐港部隊不是擺設 在基本發售嚴重衝擊下,將依法對惡勢力迎頭痛擊 為香港局勢托底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批評 有美國非政府組織參與策劃、組織 實施香港反修例風波裏面的暴力活動 文章指出,反制措施宣示中國不允許美國和西方勢力 在香港肆意興風作浪的堅定決心 隨著當前形勢的發展 中國表明解放軍駐港部隊將依法對惡勢力迎頭痛擊 逐步應驗五年前 由華牧師在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裡 分享的第八部軍隊介入 當香港局勢進一步惡化 本港將會成為軍法統治的城市 另一方面,隨著反修例風波持續惡化 今年11月24日,香港2019年區議會選舉 將選出香港18區區議會 共452個民選議席 任期由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為期四年 全香港750萬人口裏面 共413.2萬名18歲以上人士登記成為選民 登記人數較2015年香港區議會選舉 增加43.9萬名選民 其中,投票率71.23% 共有294.3萬人投票 創下香港歷史上新高 支持反修例的民主派 首次以壓倒性的姿態 在多個選區中大獲全勝 多個選區裡面 支持反修例的民主派和支持政府的建制派 票數分別約53%比42% 兩者差距約27萬張選票 換句話說 按照選舉結果 建制派獲得42%市民支持 至於所謂民主派則獲得53% 另有5%支持獨立競選人士 然而 由於多個選區的建制派 只是落後民主派少量票數 而喪失區議會議席 最終 民主派和建制派 以接近9比1的姿態 由反對派成功奪得大量議席 沒錯 大家確實沒有聽錯 確實是9比1的議席 今次香港歷史上新高的投票率 以及最多人投票的選舉 最終 民主派獲得9成議席 反之 建制派僅僅只有一成議席 然而 9-1 豈不正正就是 入和牧師9-21日生日的共同信息 驚人馬 除此之外 數字9-1 鏡面倒字就是19 至於19 同樣就是入和牧師兒子 次因今年生日的歲數 是神級與小獅子 Lion Cup勝過考驗 成計Legacy的共同信息 無毒有偶 原來按著文化密碼 小獅子的筆劃 正正就是19 即是說牧師兒子次恩 今年生日的歲數 驚人馬 另一方面 原來小獅子的英文Lion Cup 它的文化密碼總數就是76 即是76和77 還有一年的共同信息 在過往半年反修例風波裏面 另一個特別的共同信息 是11月29日 香港鐵路公司公佈 反修例風波以來 港鐵以及輕鐵設施履租嚴重破壞 其中有85個車站被破壞 佔港鐵網絡的91% 85的鏡面倒字就是58 即是華牧師今年生日的歲數 而且佔港鐵網絡的91% 同樣再次出現91 日華牧師9月1日生日的共同信息 實在是相當驚人 至於另一個特別的共同信息印證 11月27日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書面 回覆立法會議員提問的時候稱 自6月初至今 香港共發生超過900場示威、遊行和公眾集會 當中不少演變成嚴重暴力違法行為 自6月9日截至11月21日為止 警方共拘捕超過5800人 沒錯 再次出現58 即是華牧師今年生日的歲數 此外 保安局局長回覆 整場風波裏合共923人已被落案控告 竟然驚人出現印證石安教會信仰 巔峰923的共同信息 這種巧合程度 實在絕不可能是偶然 無疑 神持續不斷透過反修例風波 一次接一次出現的共同信息 明正神一直掌控歷史 為申父石安教會製造共同信息 好讓申父石安教會成為整場風波裏 唯一的答案 由牧師在5年前當香港發生佔中時 牧師已經可以很潛接性製作了兩個視頻 包括美國佔領一個國家12個步驟 以及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10個步驟 其實當時牧師藉著這兩個視頻 其實在當時已經夠了香港一個災 但是當時牧師去預備這套信息的時候 會不會其實都考慮到 始終是你在揭發美國的陰謀 會不會對你自己人身的安全 都是一個當時自己會考慮 第二個層面 其實當時牧師這麼潛沾性分享了出來 會不會想到會不會較精了 當時叫做香港一些策反 搞亂香港的人 原來是可以這樣做的 反而是因為牧師的緣故 而他們在5年後的今天 他們可能真的應用了出來 日和牧師提及到 他在5年前2014年 早已在2012榮耀盼望信息中 分享了一套名為 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10個步驟的信息 以及2012信息精華短片 美國佔另一個國家的12個步驟 並上載至YouTube公開發佈 當中明顯讓我們知道 美國當年希望藉著香港佔中事件 或稱雨傘革命 將香港逐步推進至現今2019年 黑衣人凍亂的警方 並且 暴亂的每一個步驟 都如同日和牧師5年前所分享和預測的步驟 一模一樣地發生 連一個次序都沒有調亂 明正5年前 日和牧師對於美國陰謀的分析 是千真萬確 因為 一切步驟都不是推測而來 而是來自神的啟示 才能夠預知今日香港的事件 在5年前 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 10個步驟訊息首播的時候 香港的局勢只發展至第4部 被收買的黑社會介入 然後佔中事件就終止了 因為 當時香港人大力廣傳這個精華短片 令眾多香港人得知真相 知道佔中事件原來是美國在幕後策動 所以 我們可以十分肯定 當年的佔中事件 完全是因為日和牧師的分享 而沒有繼續惡化 然而5年前 香港已經有上百萬人觀看過這個訊息 得知事件是美國的陰謀 而不是單純因為香港政府的愚昧 或人民對政府的不滿 但是 為何不年後的今日 香港人卻忘記得一綱二正 再次忽略是美國在背後推波助瀾的真相呢 為何香港人亦忘記了美國的目的 並非幫助香港得著所謂的民主自由 而是為了打擊中港經濟 收割中港的經濟成果 甚至刻意令香港永遠無法得到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呢 其實 現時香港發生比5年前 龐大及暴力十倍的動亂 完全是因為香港政府及親政府藍絲的無恥 假如當年香港政府和藍絲引用石安教會短片 揭露美國陰謀的同時 亦在全香港人面前 公開表揚這間教會為拯救香港而做的一切 特別是表揚2012信息 並為到1996年雙氧水事件 向石安教會道歉和平反的話 這樣,過去五年 就會有更多香港人願意收聽石安教會的信息 自然,今年的動亂就肯定不會發生 然而現實卻是 政府和藍絲單方面利用我們的信息平息動亂 利用完之後 他又將我們當作用完積氣的棋子 不願意承擔當年雙氧水事件中 使我們蒙想污名的責任 所以 現時神就要他們食回他們所種下的一切惡果 他們之所以沒有為石安教會平反 可能 他們見當年的佔中事件 並沒有如美國佔另一個國家的12個步驟 和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10個步驟分析一樣這麼嚴重 見事件平息了 香港人亦沒有沉根究底 追溯是哪位智者 分享及製作出這麼精闢和獨到的影片 香港有關當局 眼見被誣滅為邪教異端的石安教會 已經毫無利用價值 就以為無需冒險為石安教會平反及證明 來到今日,2019年 由於香港政府和藍絲沒有在過去五年 借石安教會的信息真正教育香港人 改正他們對中港政府的偏見 認識美國政府邪惡的真面目 所以 美國就能看準時機 在五年後的今日 再次出手攻擊香港和中國 雖然 美國的邪惡計劃已經推遲了五年 但今次卻幾乎完全成功 按照美國一直以來的手段 一步一步令香港陷入前所未有的毀滅危機 如果美國的陰謀能夠繼續成功推行的話 香港的經濟就會全面摧毀 徹底失去它國際地位 中國也會因此在政治、經濟和國際地位上 蒙受巨大損失 令中國的科技成長步伐終止 甚至倒退 現時 當香港正一步步踏入美國佔另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 和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 提及到的所有步驟 就明證 美國早於五年前 已經希望在香港佈入如今的光景 只不過 當時被日和牧師的訊息制止了 同時 亦明證無論是五年前的佔中事件 或是今年的反修例風波黑衣人動亂 到百分之百 絕對是美國在幕後操控和煽動 現在 對於五年前的佔中事件 及現今的反修例風波 我們可以歸納出以下三點 一 佔中事件的幕後黑手一定是美國 目的是藉著在香港製造爭端 破壞中港經濟 藉此收割中港經濟成果 二 當年佔中事件 在沒有任何平息的可能性下 他因為日和牧師分享了一系列 美國佔另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 以及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的訊息 令香港大部分的人 甚至有份參與佔中事件的人 都知道美國是幕後黑手 原來自己被美國煽動了 因而令事件在短時間內平息 三 今年反修例風波 引發近半年的黑衣人動亂 和佔中事件一樣 都是由美國拆動 原因是上年開打的中美貿易戰 美國要直接破壞香港的經濟 進一步破壞深圳的科技和經濟發展步伐 向中國展揚模 可謂一舉兩得 情況就如1997年的亞洲金融風暴 以及2008年的金融海嘯 同樣是美國向其他國家展揚模的陰謀 然而 其實反修例風波發生前的五個月 任何牧師已經預告 美國會再一次在香港推動顏色革命 延續五年前沒有全面成功的陰謀 由於大部分香港人都不知道美國的真正目的 不了解美國推動顏色革命的步驟 因而不以為香港的大動亂 是源於政治和教育問題 他們以為問題是中港沒有民主選舉 是香港的經濟問題 是中港文化的差異 但這場革命的一切步驟 其實美國在過去數十年 早已在世界各地推行超過數十次 所涉及的國家和城市也有十個以上 所以香港的動亂絕非巧合 而是一場精心策劃的佈局 然而無論是暫中事件 或是反修例風波 其實 香港政府自己都應該負上最大責任 為何這樣說呢 今年2019年10月6日的精華短片 2019年小獅子的考驗 《阿強的故事》 已經告訴我們 我們知道 如非當年1996年 香港政府聯同所謂150間敗類教會 在商量水事件中 以整個政府的力量 包括政府官員、議員、警察、消防、衛生署 醫管局和醫學會等 並聯合傳媒中最無恥的敗類 一同無理地攻擊石安教會 吐上污名的話 可能 現時石安教會的會員 已經超過10萬人 這樣 石安教會對香港的影響力 就會大大增強一百倍以上 大部分香港人藉著石安教會的訊息 不單是了解 甚至可以預知美國的一切陰謀 這樣 香港根本不會發生佔中事件 更加不會發生現今動致成千上萬黑衣人 每星期 每日在街頭製造動亂 五年前石安教會的訊息 早已發出人所共知的果效 在短時間內 將當時沒有紫色跡象的佔中事件平息 但香港政府和藍絲 卻口顏無恥地無視石安教會的巨大貢獻 好像積氣工具一樣利用我們 還天真地以為 是佔中事件影響了民生 才會令民意逆轉、平息事件 然而 甚至於今年2019年 讓美國再次對付香港 今次我們清楚看見 當香港市道及民生被嚴重影響 人仍然是知詞動亂 完全沒有平息跡象 絕對證明 當年的佔中事件 根本不可能是因為民生受影響而得到平息 因為 今年這次反修例風波 動載都有上百萬人上街遊行反政府 即使黑衣人每星期 每日 在香港各區作出最恐怖的破壞 但最近一次的區議會選舉中 親政府的一方 竟然仍然以九比一的比例 慘敗給反政府的一方 民意並沒有因為暴力事件而逆轉 相反 大部分香港人 竟然將黑衣人製造暴力事件的一切責任 歸咎於香港政府和警察 如此我們就明白到 香港政府極之需要石安教會的幫助 幫助他們教育香港這一大群上百萬的市民 向他們全面揭露美國的陰謀 因為 香港市民對香港政府和中國政府的成見和誤解 遠超過當權者的想像 香港市民根本完全看不穿美國給予香港人的唐衣毒藥 還相反以為美國是拯救香港的超級英雄 石安教會卻有能力 亦擁有能夠與上百萬 甚至全香港七百萬人 進行無格阻溝通和教育的渠道和方法 就是藉著我們的2012信息和網絡平台 並且 現今大部分香港人 因為對政府的不信任 所以不願意和政府合作 甚至 很多人對政府的態度 已經是深仇大恨 即使眼見黑衣人以極端暴力破壞社會 都不願意和暴力割蓆 因為 這一群所謂的和理非 明顯是利用黑衣人幫自己報復政府 所以 他們甚至是默許黑衣人 以犯法和暴動的方式對抗政府 爭取所謂的民主自由 事實上 香港人對政府的不滿 已經令政府實際上 喪失了管治香港的權威 以後 無論政府說什麼 做什麼 都會被大部分人反對 香港政府早如上星期主日所說 陷入了塔西陀陷阱 就是中國成語所說法不責眾 意思是 法律不能責備佔大多數人民 當社會中大多數人民都是不守法 不肯和政府合作 這樣 政府就喪失了領導能力 無法再維持社會秩序 亦不能繼續有效地施法 歸根究底 動亂的禍根 始終都是香港政府和藍絲 在五年前 沒有這石安教會的訊息 教育全香港真正動亂的原因 由於香港人未被全面教育 所以 美國輕易就能夠再次全面煽動港人 完成上次未完成的陰謀步驟 作為佔中事件的續集 假如五年前 香港政府和藍絲 願意將石安教會提供的答案 帶給全港 港人就不可能再被煽動 問題就可以真正永久解決 今天亦不會發生這麼嚴重的動亂 正如一個人看見一隻蟑螂之後 並沒有立即將牠打死、滅全家 只是噴殺蟲水將牠趕走 久而久之 蟑螂後代對殺蟲水的抵抗力 只會越來越強 蟑螂大軍也必定會再次回歸 現今的問題 更原在於五年前 政府沒有表揚石安教會的功勞 為香港人帶來真正永久解決問題的答案 令港人不要被教育 因而輕易再受煽動 就如家中看見蟑螂 他沒有將牠一次過滅絕一樣 最終禍害越來越大 還令香港政府今天知識其果 其實先回答你第二點 會否這件事反而是教了他們的策畔 其實如果能夠達到這個程度 除非當時這個觀看 是全世界性或全香港性 都是完全自立才能做得到的 因為你要導致到 起碼執行的人 完全以這個做的標準 以及推行的人 以這個做的標準 但我只是複述裡面發生的事情 如果這樣的話 真的要做的話 推行的人一旦正在做這件事 所以變成以推行的人來說 這次連做的那群 又承認查的那群 又留意到 真的有一群推行者在後面 去做的 而這群推行者 已經做過在不同的國家 所以變成不需要我這麼說 反而你做在這些國家當中 他不想讓人知道 因為哪個地方知道 反而有機會停止到他 當然裡面還牽涉到有些智慧才行 但起碼知道就已經是危險 即是等於暗殺 叫暗殺不是明殺 就一定要不要知道 你知道的時候一定會難很多 所以變成他的做法 為何要用這麼多部署呢 原因就是 你真的要認識很多科 你才可以全部看完整件事 你對那個地方很了解 你才能全部知道 能夠說得通 只不過重複那12次 我只是輕易能夠說出來 直到 25年前 2014年10月分享的精華短片 美國佔你一個國家的12個步驟 是神超自然啟示入華牧師 關於顏色革命背後插板者的船盤計劃 事實上 過往幕後黑手 即是美國 同樣透過這些步驟 在世界製造了十多個顏色革命 以及阿拉伯之春的革命 在東歐、中東 以及非洲十多個國家裡面 煽動人民組織示威和暴亂 推翻當時代的政權 好讓美國掠斷這些國家的資源 這些國家包括 烏克蘭、埃及、伊拉克、尼比亞、敘利亞、也門、科維特、尼巴聯 然而 五年後 我們看到美國從事顧忌 透過中美貿易戰和反修例事件 在香港再一次推行顏色革命 事件讓我們發現 幕後策反者的計劃 完全因證五年前 日和牧師分享的內容 是一套整船的計劃 一模一樣地重複在東歐、中東 以及非洲十多個國家裡面推行 明證日和牧師五年前分享 美國佔你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的信息 是千真萬確 信息當中 日和牧師進一步解答資料源的提問 幕後策反者的美國 會否參考精華短片 美國佔你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 然後引發今次更加激烈的反修例暴亂呢 日和牧師的解答和回應如下 縱使五年前 美國佔你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 在不足四十八小時內 已經迅速突破五十萬瀏覽人次 成為《聖安日報》上再訊息自YouTube的一次里程碑 隨後 瀏覽人次更進一步突破至一百十一萬 只是當時該短片仍未算得上是世界性 尚未被全世界人廣泛轉載和傳播 故此 這個猜測不可能成立 美國不是以這個短片的內容 成為在全世界十幾個國家推行顏色革命的參考 反之 我們可以肯定 今年發生在香港的反修例風波 必然是美國當年來貫徹子中 慣常使用的伎倆 同一套計劃 早已在全世界十幾個國家 推行了一次接一次的顏色革命 所以 又說牧師分析 一 當年的精華短片 美國佔你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 其普及程度 雖然在本土獲得大量人瀏覽 但尚未算得上是被世界性和國際性廣泛接受 二 由華牧師在2014年分享的一段短片之前 幕後策反者在美國 已經在2010年12月 按照這十二個步驟 在中東以及非洲十幾個國家 製造阿拉伯之春革命 甚至 早於2004年 已經用同樣的手段 在烏克蘭製造橙色革命 只不過 現時我們是親眼提見 幕後策反者的計劃 再一次以慢鏡的方式 透過宋美貿易戰的糾紛和修例事件 在香港引爆這場反修例風波的示威浪潮 講到關於當時說的時候 有沒有想到生命危險呢? 其實 反過來要想 如果不是有商養水事件 我們當年沒有這件事的話 我們一直被香港接納 成立一個萬人教會 或者十幾萬人教會 我說就危險了 你明白嗎? 在那時候說就危險了 即是我們處於一個光景 很明顯 已經是一個光景 當中他們要拆動香港這些暴動的時候 要看著這個台上的梁日華 他說什麼 而會不會制裁這件事 但是感謝主 我們不是一開始就說這些 我們一開始就說了商養水 而導致我們落入這個光景 在香港是一個很有趣的位置 而這個位置我也說過 這次這件事好像兩不相干 我們雖然住在香港 但是發生的事 其實對我們的影響 絕對不能夠 好像對香港人一樣的影響 這次這件事 這樣的情況下 其實只不過是覺得 那麼多人互相辯論當中的一點 於主日信息中 日華牧師分析 為何神會以巧妙的安排 去讓石安可以分享出答案之餘 又可以避開過往 那些揭露Freemason陰謀的 吹哨者避害的命運 原因 自五年前 分享接中事件分析系列信息的時候 日華牧師已經詳細揭露 整個時代的發展走向 並且在反修例風波中 一一迎嚴 然而 雖然在整個香港 我們是最有道理 最有邏輯 並且最有智慧的一群人 但是 我們並不是最有影響力的一群 我們不同於特首、議員 他們在社會上是有影響力的一群 他們被訪問的內容 對外的公佈 當透過各種新聞媒介發出之後 就會形成影響力 而在過去 Freemason就是要消滅、殺害和傷害那些最有影響力的一群人 不容許他們的計劃被揭露出來 影響他們的部署 所以大家就會明白 因著神巧妙的安排 讓我們不是最有影響力的一群 因此 讓我們不會成為他們要消滅的對象 自從1996年 雙氧水事件 4794開始 神以這件事 將我們推入一個 對社會整體沒有影響力的光景 雖然我們一直是最有道理 講得最正確的一群人 單純將我們限制在2000人 並且因著雙氧水事件 很多人對我們的分享被知側吉 讓我們喪失對於社會的影響力 大家可以想想 假如在雙氧水事件中 我們沒有遭受這種程度的攻擊 自然療法的意見可以出來 由門開始對自己的健康負責任 這樣 現在我們已經是十幾萬人教會 成為了香港最有影響力的教會 這樣 我們在這段時間 分享完解香港亂象的信息 就會很危險 因為他們知道 作為一間十幾萬人教會 並且普遍香港人 不會帶著有色眼鏡去看我們的話 其實我們的信息 是會影響整個香港的所有人 甚至乎反修例風波的計謀 根本不能夠實現 這樣我們就會成為 中美國力的難路虎 假如是這樣的話 我們就會變得非常危險 然而神巧妙的計劃 讓我們落入現時這一個光景 讓我們維持著大約2000人的光景 這樣到現時 我們反而成為了最不受影響的一群 原因 在過去 弟兄姊妹已經因為愛主 回教會的緣故 大部分已經轉行 不再做服務性、飲食、零售等行業 但大家可以想想 假如現時我們是十幾萬 甚至幾十萬人教會的話 這樣 在這次風波中 弟兄姊妹也會受影響 因為他們的工作一定會遍佈受影響的相關行業 對比二千人 假如是二萬 甚至二十萬的話 已經是多出了一百倍 受影響的人數 也會是幾萬人 所以 這就解釋到 為何現時我們全面不受影響的原因 當我們回想起來 甚至在4794開始的時候 已經去裝備我們 面對今天的時局 一方面 讓我們可以成為他的出口 分享出最真實的道理 並且 更是以預言的方式 在2014年的佔中事件 已經講出今年所發生的事情 但同時間 在另一方面 甚至有拿開我們的影響力 讓我們就算分享出最正確的答案 但普通的市民 黑衣人 黃絲帶 他們都以為不需要理會我們 甚至乎 不知道我們的威力 因為 既然他們以為我們是異端邪教的話 這樣 他們當然不會主動抽時間去聽主日分享 其實 當他們有機會聽完我們的分享 他們早已被說服 知道自己是被人欺騙 知道自己所爭取的 其實是別人所設的局 這樣 到頭來 他們又怎會傷害石岸呢 因此 在這樣的情況下 相對地 我們是最受保護的一群 不會被黃絲帶所傷害 但是大家可以想想 如果我們現在 是最有影響力 最有公信力的一班人 同時間 我們又是香港最龐大 擁有20萬人的大教會 而同時間 所有人都知道我們是反對黃絲帶 這樣我們即時就已經被放於風狼佔 成為黃絲帶 黑衣人攻擊的對象 但今天情況不是這樣 在黃絲帶 黑衣人 甚至普通市民的眼中 我們只是一間二千人的異端和邪教 覺得我們是沉迷於信仰中 石岸的信息 更是不可理喻 並且 由於我們人數相對少 在他們身邊的環境中 一百個朋友 亦都不會有一個翻石岸 所以 就算我們的答案是最正確 甚至乎 不斷紮備年青人在作船底 破壞全船人的幸福 但是 因為他們沒有聽過我們的信息 所以 他們覺得不需要理會我們 既然他們沒有聽我們的信息 他們也不知道我們的影響力 所以 他們就不會好像 對付一些有影響力的建制派議員一樣 埋身用刀傷害他們 但當他們聽到我們的信息的話 就會覺得自己是被人利用 不會轉過來傷害我們 因此 從種種跡象看來 神是精心的計算和安排 讓我們可以在平穩和安全中 分享出神的時代信息 如果以一個 在海中翻不出起浪的情況去看 似乎也是 無論如何說 就算對當時有影響 但始終好像 沒有其他更龐大的事件 身份 人物 影響力大 這麼出名 是吧 但是只不過 就由這件事開始 其實就是由自五中開始 神給我們的共同術式認證 才廣泛地演繹到 這件事 讓我們知道 讓我們自己知道 這件事為我們發生 是吧 雖然有很多人覺得 不足以這點證明什麼 但對我們來說 足夠幼如不斷說 其實這件事是為了我們發生 並且我們會成為這件事 最重要的主角 只不過當時 這個佔中的影片 在我們的教會出了 竟然都能夠斷十萬人計 幾十萬人計 去聽 就已經是另一個人證 由黃牧師分享 現時香港因為反修例風波 而產生的黑衣人動亂 其實由黃牧師早於十一個月前 2019年1月中 已經私下向石安教會領袖作出預告 並在3月 於石安日報網上零修節目 追在溪水旁中 向所有聽眾公開分享 原來 神早已為日華牧師和石安教會 作出一個奇妙報局 就是藉著眾多共同信息印證 並只有一直參與 石安教會的弟兄姊妹 以及過去多年 一直收看2012信息的觀眾 才會真正接受 日華牧師、石安教會和2012信息 是來自神的先知和啟示 相反 從未緊貼石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 普遍香港人 即是 只是因為好奇想知日華牧師 對香港現金局勢有何獨特見解 並非真心希望藉2012信息尋找神 願意接受日華牧師、石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人 他會對我們所相信和宣布 神在我們身上的各種驚人印證 不以奇怪 甚至完全否定的態度和眼光 大家試想想 任何黃絲、藍絲、黑衣人或白衣人 當他們聽見 原來日華牧師差不多在一年前 已經作出驚人的準確預告 指美國將會在香港 再次挑起好像五年前一樣 佔中事件的顏色革命 甚至 今次會比五年前更激烈 他們必定會十分驚訝 無論他們的立場是反政府還是親政府 聽見這件事 都必定會引來他們好奇的眼光 想知道為何一間只有千多二千人的教會當中 他的牧師竟然可以一早預告 香港會再次發生動亂 並且知道幕後推手就是美國 甚至 當他們進一步發現 原來遠於五年前 日華牧師分享的佔中事件分析 早已值美國佔另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 及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 詳細否釋美國發動顏色革命的每一個步驟 而對比現實 原來每一個步驟的次序和內容 都已經一步不差 準確無誤地應驗在今年的反修例風波 和黑衣人動亂中 這樣他們必定會十分驚訝 然而 從未緊貼石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外邦人 或是外奸教會的所謂基督徒 當他們再去看日華牧師近年分享 2012信息的其他題目 好像過去四年 添碼作行動信息 產生數以百計的共同信息和印證的時候 他們的第一個反應 必定是無法接受 覺得一切都是穿鑿腐會 是我們一廂情願的幻想 甚至 會覺得我們相信神給予我們的印證 和辛苦身份的肯定 都是太科幻 太離地 太脫離現實 例如 各種拉線印證 923共同信息的印證 香港和世界各大城市規劃的印證 百里行之星星圖的印證 天上星秀和神話的印證 萬物定理數值的印證 歷來各出著名電影和電視劇隱藏的印證 聖經詩篇一篇對一年的印證 或是英文和中文所隱藏 指向日文牧師、石安教會和2012信息的文化密碼 竟然都被我們稱為神對我們的印證 印證我們就是真命天子 在傳說中拔出石中劍的王者 在神創世的唯一目的 就是聖經所隱藏的辛苦 你能夠想像 這些外邦人和外間教會的基督徒 未曾詳細研究過2012信息及石安教會過去的歷史 這樣 他們必定會認為我們是一群狂妄自大 有妄想性的宗教狂熱分子 甚至他們會認為 石安教會就如歷史上很多自以為是的異端邪教信徒 同樣深信自己是被神簡選 獨一無二的真命天子 即使我們過去十年的2012信息 每一篇都以十足的證據 詳盡的精華短片 解釋日華牧師分享的每一個題目 都是完全合乎聖經真理 完全合乎人所能理解的邏輯 並不是虛無偏妙的空談 例如 我們提出每一個拉線的印證的時候 都配以Google Earth軟件 以它最精準 連一英里或一海里偏差 都沒有地表量度距離為證據 然而 當外邦人看過日華牧師對香港政局的分析之後 再看2012信息其他被政局分析多十倍以上的題目 和共同信息的時候 他們的反應是甚麼呢 他們極可能是完全無法接受 連一句分享都聽不明白 未完整聽完任何一篇2012信息 就已經將一切拋諸老後 事實上 即使對於我們錫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 日華牧師過去十年分享的每一篇2012信息 當中每個段落 每個啟示和智慧 都是精彩絕倫 令人趴安嬌絕 而且 每一個印證都是無可推諱 但是 對外間普遍香港人而言 卻是太豐富 數量太多 資料太複雜 一時之間根本無法消化 於是 就放棄再去深入理解 甚至認定只是一群 宗教狂熱分子的癡心妄想 一切都是不切實際 所以 無論是黃絲或藍絲 兩邊陣營最不需要去接觸 去說服 甚至去攻擊的 就是石安教會這一群人 因為 當普遍人而不信的態度 接觸2012信息政治以外的題目的時候 雖然 石安教會對香港局勢 有如此精闢獨度及準確的分析 甚至 到達能夠預知的程度 但是 其他信息實在令人難以接受 太難令人相信和理解 所以 最終他們都會認為我們只是一群傻瓜 你也可以試想想 假如今天你仍未回過石安教會 未聽過2012信息 然後有人告訴你 自己將會如電影回到未來的主角一樣時空穿梭 說自己是真命天子 是神創世的唯一目的 甚至說自己 是神用整個世界的歷史和現實 塑造他辛苦的時候 你會怎樣看這個人呢 甚至 當這個人告訴你 雖然香港的政局動盪 是因為美國背後的Freemason 所製造的陰謀 但Freemason 其實是他將來時空穿梭 在歷史上製造出來 甚至Freemason在歷史上流下來 每人能夠解明的圖畫 其實都是指著他的語言 這樣 你會怎樣看待這個人呢 你第一時間 一定會當他是自大狂的風子 絕對不會相信他所說的任何一句話 但相反 如果你由2009年起 至今一直每星期收睇2012信息 這樣 你卻會看見另一個完全不同的圖片和景象 你必定會如石安教會的弟兄姊妹一樣 深深相信這一切都是神給予我們的信息和印證 因為 一切都是鐵證如山 無可推諉 絕對是來自神千真萬確的印證 所以 這就是神刻意為石安教會而製造 一個兩極化而有矛盾的局面 另外一間無論是黃藍兩邊的支持者 都不會來到石安教會 不會找我們去支持他們任何一方 也不會主動攻擊我們 或是要求我們埋他們的堆 情況就如《舊約殺母耳機》上21章13至14節 大衛被蘇羅追殺的時候 用了一招炸傻扮夢 被開想捉拿他的人一樣 因為 這就是一般人的心理 不會理會那些他們覺得是傻瓜的人 所以 一方面 他們會認為 這間教會的訊息和理論 有眾多令人難以相信和接受的地方 不會有大量人接受 也不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力 所以雙方都會認為 他們不需要石安教會的支持 反而 假如被人知道自己和石安教會有關 只會帶來麻煩 不會為自己或自己一方的陣營 帶來任何好處 將心比己 假如我們是局外人 當我們聽見這些訊息的時候 我們也會同樣無法接受 所以 他們會覺得我們對整件事沒有絲毫影響力 甚至 我們跨口有能力為全香港人 甚至全世界解決這個動亂的問題 只是狂妄自大發現 根本無需理會 但是 在我們石安教會的弟兄姊妹而言 我們自己當然是心知肚明 神所說的 我們一直都是百分之一百相信 並且知道是百分之一百真實 就如一個未信主的人 甚至一直敵擋基督教的人 你告訴他多少神跡醫治見證 他都會無動於衝 甚至癡之以鼻 因為任何聲稱有神跡出現的人 都必定是騙子 要騙他入教或者騙錢等 然而 我們身處石安教會 他是一次又一次親身經歷神跡醫治 對於我們來說 神跡是非常真實 又例如 當我們看見 神跡著電影《復仇者聯盟》 隱藏著一個世人無法理解 14006805次時空穿梭的數值 世上卻唯有我們能夠發現 當中隱藏著一些直指向我們的神奇數值 4794和923的時候 當你身處石安教會 你又如何解釋這種一點都沒有偏差的印證呢? 明顯 甚至2009年 石安教會開始分享2012信息 特別是佔中事件分析之後 立即帶領我們分享天馬作行動信息 將整間石安教會 推入一個與全香港任何人或組織分別出來 極其不同的境況 將我們從世人的爭端和仇恨中分別出來 不會被他們影響 不會被他們重視 亦不會被他們招攬或攻擊 因為 雖然神讓我們石安教會 擁有香港動盪局面真正答案和解決方法 但是 神卻用最巧妙的方法 令不信的世人絕對無法得道 甚至會主動放棄唯一能夠解救他們的方法 神是有意這樣設定 不是真心相信和尋找的人 即使將答案放在他們面前 他們都不能夠 亦不會 甚至是不敢去接受這個唯一的答案 就是石安教會 所以 將來的大復興 聖經早已預言 會先由君王和元首 來到石安教會就神的光 戒時 全世界的萬民才會突然經過 原來石安教會以往所說的一切共同信息 並非癡人說夢 而是神給予一個由一個 鐵一般無可推諱的印證 所以由第一次在2014、2015年一直蔓延 到今年後都未停過 不斷去印證 甚至事情未發生之前 已經有獅子王 很多這些 特別的神怪的印證 好像捲土重來的概念 而且還要不斷強調王子復仇記 這個概念 這次真的有受報仇 當年對我們的人 現在被局勢搞成這樣 雖然我們當然不是現時 以我們身份為教授 但背後是時空穿梭的我們 當然 就算你這樣說 那些人都不會相信 所以 因為我們這樣說 他們不相信 他們怎會逼我 他們都不相信 雖然我們覺得很有證據 但他們根本都不相信 他們覺得你傻了 難道一個傻人 還這麼說話 我都要對付嗎 如果這個人 或是他都會考慮 那些人都很大費周章 他覺得你一定不會有什麼影響力 到第二天 我們真的有一個瘋狂的影響力 是殺那之間的 在過程當中 由藥室出監至做宰訊 其實根本沒有超過24小時 在當中 就算人們想傷害他 也根本不足夠時間 由殺那之間 他就成為宰訊 我們將來也會 一天之間 我們就會變成 再上級的身份 由黃牧師解答資料源的提問 究竟 五年前 當由黃牧師前瞻性分享 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 以及 美國謀害中國核入圈套的十個步驟 揭露幕後黑手的計劃和陰謀的時候 會否考慮過 自己可能會面臨生命上的威脅呢 牧師回應 縱使五年前 美國佔領一個國家的十二個步驟 在香港得到極大迴響 但按著神的計劃 這個短片仍未算得上被全世界廣泛接受 石安教會也沒有因此而人數增長至十萬人 因此 仍算不上是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力 反之 過往五年間 石安教會仍然好像虐殺受困逼的日子 一直直直無民 過長不顯眼的生活 只是忠心地 每個星期默默預備著 《2012榮耀盼盼訊息》 因此 按著神的計劃和保護 過往五年間 入黃牧師和石安教會的成員 並沒有因為分享這段影片 而遭到默殼黑手的攻擊 造成生命上的威脅 然而 透過日式的活劇 神讓我們清楚知道 藥室在一日之間被高升 從被壓抑的身份當中藥升 成為埃及的宰相 到那時候 全地根本沒有任何勢力 可以對藥室的生命構成觀念傷害 同樣 接下來 當石安教會一日之間被神高升 成為假救全地惡夢的藥室民眾的時候 石安教會擁有的身份和屬靈保護 也沒有任何地上的勢力可以攻擊我們 正如藥室成為宰相之後 那些曾經與藥室一同被囚的犯人 還能夠攻擊他嗎 當然不可能 因為藥室已經今時不同往日 他已經是宰相 與其他囚犯根本是天怨之別 甚至 負責看守藥室的獄桌和屍獄獎 與藥室之間的距離 也是天和地 根本沒有任何勢力可以危害藥室的性命 故事 有橫牧師進一步解釋 他分享美國佔領各個國家的12個步驟的時候 會有生命危險嗎 原來 按照神的計劃和保護 當石安教會在一日之間 被神高升成為一身民眾的終結身份的時候 世界上已經沒有任何勢力 可以危害被提前的石安教會 在那時 石安教會更要帶領人類歷史 走進最後的大復興 使憤悔必出於石安 好人世界萬國都要來聽神的憤悔 Oracle的聖旨 讓官王和元首都要來奏神的光 威神奉獻 貢獻自己 完成最後數靈聖殿的計劃 使這個殿的榮耀比先前更大 所以在這件事當中 亦是一個預備 如果當年沒有想像事件 而今年突然講這篇信息的話 其實就真的危險了 因為我們教會絕對不是一個 一二千人教會 如果以當年親眼提結 在粉嶺為隨時 再加上在天水圍 帶順主人數一定有幾千人 但是只不過 你想想 我能夠在全香港努力 迫害迫白 加上政府 再加上公務員 再加上所有老闆科 這些急數的人 去對我們全教會上上下下的迫害 和迫白看下 我們在二十多年內 都可以維持著千多二千人 根本想想 沒有這些迫害 還有這些助力的話 我們會有多少人 但是 只不過如果我們真的 那些十幾二十萬人的教會 那就危險了 甚至可能我還未說出這件事 一開始這件事 我已經可能被人做下了 所以 是的 因為這個人有機會影響 何況你還說出這件事 而發覺影響還要瘋狂 即是第一天都不止 五十萬人 隨時五百萬人聽 這樣做得了 那時候真是危險性大 但在我們現在的身份 說什麼都被人嘲笑 尤其是那時候還未發生 還未發生到這麼嚴重 你更加嘲笑 現在這個身份 即是在當時 但現在發生了 那他們已經否認識了 為什麼 因為他們越來越不承認 這是利子神 因為一承認 他們自己的良心 都要告訴自己 他們沒有機會上天堂 所以他們越來越來越 越來越 揭施抵你們不承認 他們只能這樣做 尤其是外面的教會 更加助長 他們一致得救 永遠得救 他們任性 但我都能上天堂 等我任性一生 他以為這樣 但是我們所知的 就絕對不是 這也是那個理由 他不相信 即是覺得這是利子神 so what 即是你說 我一致得救 永遠得救 是不對的 我不相信了 我相信我必不臣的師知 我已經上天堂 有機會我做辛苦 這樣 所以我們很明顯 在這個光景 從幾方面看 真是整件事 都是裝備了我們 是可以說這些 但是更加深知透明 如果當時沒有傷害水事件 我們跟著 不會一直說這些信息 更加沒有2012的信息 如果沒有傷害水事件 根本就沒有4794 如果沒有那個事件 沒有4794 for what 即是for what 我們上電視那天計劃 所以看到 如果沒有這件事件 根本就沒有2012的信息 所以一直下去 根本就不會說這些信息 即是 普通牧師可能還在說破債金缺 翻身板 也不奇怪 那麼有空說這些 所以我們是完全被裝備 身份處境 都適合去說這一篇 尤其是在四年前 我之前的分享裡面都提到 其實現在很多這些 叫做美國去製造這些動亂的資金 都主力是來自兩個渠道 一就是 毒品的黑錢 另外就是他們本身在 經濟金融市場上面 那個叫炒上炒落的操控 而去賺了一些的錢 而放回這些動亂裡面 其實牧師亦怎樣理解 接著下來 始終在末世裡 是一個黑馬的經濟審判 那麼 和這些動亂裡面 會有什麼關係呢 在主日信息裡面 又和牧師繼續分享 美國是怎樣用全方位的攻擊方式 亦就是用一套組合權 去對付中國 不單止是貿易戰 包括經濟戰 金融戰 甚至是貨幣戰 而當中的金融戰 更是可以為美國 賺取數以億計的金錢 用來支持美國 花在煽動顏色革命的經費 從中 我們也可以明白 過去很多人對股票市場的迷思 甚至是錯誤的理解 今次 我們就集中解釋香港的情況 其實 一隻股票 甚至一個地方的股票市場值多少錢 只在乎是一件事 就是供求定律 簡單來說 一個人持有A股票一股 他是十元買回來 所以 他提出 用十一元買出 假如有另一個人 願意支付十一元的話 這樣 這隻A股票的市價 就是十一元 但假如 沒有人願意出十一元買的話 甚至乎 一路降價 十元 九元 八元 甚至是七元 六元 五元 直至四元才有人買的話 這樣 A股票的市價 就由十元 下跌到四元 亦因此 股票市場的定價 完全視乎在供求定律的關係 當然 人決定買入 買出的價錢 就是他們對於這隻股票業務的理解 甚至乎 是以這隻股票現時的盈利能力 甚至前景等等 去衡量一隻股票的市價是否值得買 舉例 一百年前 有兩隻股票出現 一隻股票的生意 是專門生產馬車 一隻股票 是專門生產汽車 假設兩隻股票的市價 同樣是十元 這樣 你會買哪一隻呢? 雖然 專門生產馬車的股票 每年都會派息 但是 當汽車慢慢普及的時候 人們會預期 這隻馬車股票的盈利能力會下降 甚至乎 最終破產收場 這樣 越多人有著這種預期 就會出現需求減少的情況 股價就自然下跌 相對 汽車雖然剛剛開始發明 仍然沒有盈利能力 不能夠派息 但單憑人們對汽車事業的憧憬 已經可以令股價上升 假如 往後幾年 公司開始派息的話 這樣 需求就會再增加 股價就自然上升 因此 股價除了反映現時公司的價值之外 更是反映一般人對公司前景的股算 從而影響供求比例 影響股價 而眾多股份加起來 就成為了反映整體經濟的股票指數 例如香港的恒生指數 是由50隻成份股所組成 指數的升跌就更反映出 人們對經濟升跌的預期 因為 其指不是某一隻股份 而是眾多股份加起來的指數 以恒生指數為例 恒指在開始的時候 是以33間上市公司組成 1969年11月24日向外發布的時候 開始的點數是150點 隨著成份股的股價向上升 恒指的點數亦會向上升 反之亦然 例如 現時 恒指最重磅的股份為騰訊 友邦保險以及匯豐銀行 他們每一隻股票所佔的份額 大約是恒指的10% 所以 友邦升3.5%的時候 也等於恒指升100點 所以 假如眾人預期整體公司股票上漲的話 恒指自然上升 反之亦然 例如 很多人仍然記憶猶新的1987年香港股災 當時 美國紐約杜瓊斯工業平均指數 在1987年10月16日大幅下跌 其後 香港股市亦出現恐慌性拋售 只有約4000點的恒生指數 在當日下跌超過400點 因此 聯交所宣布香港股市停市4天 其後 當再開市的時候 隨即下跌了1100點 跌幅達破紀錄的33% 是有歷史以來全球最大單日跌幅 期指更下跌1554點 以每點50元計 每張期指虧損77700元 結果 導致很多期指好倉持有者無法履行合約 以8萬張未平倉合約計 合共需要62億 從這個角度 我們就能夠明白到 股市甚至是恆指的升跌 是因為人們對將來經濟的預期 這樣 假如能夠預知人類對未來經濟預期的話 其實已經能夠賺錢 但假如能夠操控人類對未來的預期 當然就更加好 甚至是穩賺不賠 賺取暴利 一般人當然不可以操控人類對將來的預期 然而 單單是美國總統特朗普的Twitter 就已經可以做到 在這一年多的時間 我們看見幾多次 特朗普說已經和中國傾斗貿易協議 但之後又說未達成 甚至乎差不多兩年之後的今日 尚未有達成第一階段的協議 多次的反反覆覆 已經為股票市場帶來大量波幅 而美國政府就可以在這些波幅裡 賺取龐大利潤 足以應付資助顏色革命的開支 原因 大家可以想像 當特朗普發出中美貿易協議達成的時候 這樣 人們就會以為中美貿易磨擦得到解決 雨過天程 經濟向好 他們當然會紛紛入市 這樣 特朗普的幕後推手當然會在他發放好消息之前 先買恆子上升 當發放消息之後 就可以沽調獲利 同樣 反之亦然 就是在特朗普發放壞消息之前 先沽空其子 當發放消息之後 股市下跌 其子獲利 甚至乎 對某種貨品徵收關稅 就可以精準打擊某一間公司的股價 再者 他們甚至可以在發動顏色革命之前 就已經做淡 沽空其子 這樣 隨著反修例運動加劇 導致股市下跌 其子下跌 他們也可以收割 賺取利潤 然而 在這種武高弄低的操作裏面 普遍股民有一種錯覺 他們往往以為 只要守得住某個指數 甚至乎 中國政府會在某個指數裏面 出手相救 所謂國家對救市 避免股市大幅下滑 令股市出現人踩人息下跌 引起金融震盪 甚至影響實體經濟 引發社會動蕩不安 因此 他們必定會守住某個指數 並且 假如守得住的話 就等於令買了某個教委 其子的美國幕後黑手輸錢 然而 現實卻不是這樣 因為 其子不是買一個數字 不是以貼中一個死數 例如以二萬六千點開始 買賣期子 其實是買賣一段波幅 假設 目標是希望令市場下跌至二萬點的話 就算守到二萬點以上 其實 在這六千點當中 已經可以藉著一些手段 一級一級 一路獲利了 也就是說 在二萬六千點的時候 買下至到二萬點 不同價位的十張期子 這樣 當一路下跌的時候 已經可以不斷獲利 就算買二萬點的一張 不能夠獲利 但其實 買中間一段的已經賺夠 最後一張就算輸了 也無所謂 因此 只要美國政府知道股市的方向 就算不能夠預測最終下跌的點數 也可以大幅獲利 事實上 中美貿易戰是一項剪陽毛的工程 就是當香港股市、中國股市 已經在過去一段時間大漲的時候 美國就預先買跌 並且透過中美貿易戰 令股市慢慢下跌 這樣每一個月都可以贏錢 當然 中國甚至會出動國家隊死守 這樣 特朗普只要說 中美貿易又差不多傾妥 戒時 將會引入更多人入市 填補之前沽空的部分 然而 只要特朗普又發文表示 中美貿易協議又談不妥的時候 這樣 再一次 股市又再下跌 連上次死守的位置 也可能跌穿 這樣 股市就會反反覆覆 一級一級按著操控跌下去 但每一個波幅 也是美國政府的預計之內 令每一次 都是你存錢 他拿錢 原因 股票市場就好像一個多寶的獎金 你所買的 就是一張彩票 當你或者所有人都沒有中獎 下次的獎金才會累積增多 聰明的做法 就是讓人有賺錢的期待 不斷入錢 但最終 卻是別人中了彩金 所以 這種分斷賺錢的方法 會一直賺錢 直到你一無所有 輸掉半個香港為止 這就是特朗普以出口術的方式 已經可以製造連連不斷的波幅 每一個地方的動亂 在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很單元性的目的 讓它發生的 是一連串的計劃 去修割那裏的經濟 但是只不過現在 在我們這個時代 我們知道 之前我們可以全部都是這樣去看歷史 因為你看到重複的 可以重複的 就算五年前 很多人以為沒有重複的 在香港 那今年就沒得爭 因為它不單要重複 做回XL的一模一樣 只不過就是 香港政府 不需要用我講的方法去解決 但是只不過就是 也是按著 Fremation 它本身這個期盤當中 End Game 的步驟 就是最後一次 就不只是為了一個地方 而是會引爆全世界的黑馬 所以全世界到時 民以攻打 民國要攻打國的時候 就變成軍隊要出來鎮壓的時候 就變成了紅馬 黑馬一定是破壞經濟 以公平政治 或者很多這些莫須業有的藉口 發起不同地方的不滿 挑釁他們的自私 導致每個地方的警察都開始收工了 因為本身警察是可以說 是民主的一些產品 因為如果你是軍發統治的話 是不應該有警察 只是有軍隊 警察就是因為那裡有民主而產生 所以變成其實 任何地方 你一說著想民主的話 一定要保護警察 一定 但雖然很強 但事實上沒有了警察 等於你遺留 只有一件事可以保護到市民 當然當然不會被黑社會 沒有了警察 又不可以被黑社會上台 一定是軍發的 其實根本這個是很普通的 一加一的道理 所以沒有可能推銷不止 又華牧師分享到 當香港反修例的示威者和黑衣人 提出解散警隊的所謂訴求時 其實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所要求的 會導致什麼的結果 無論香港警察因為什麼原因而被解散 下一步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所能夠做的 就只有以軍隊繼續維持社會的秩序 即實施軍法統治 除此之外 已經別無他法 事實上 假如香港真的到了這一步 這樣 香港過去177年來 所建立的明星和信譽 就會完全被摧毀 其實當一個社會中 絕大部分人都願意守法 並且互相尊重 就如數十年前 香港的圍村或公屋村 居民之間守望相助 個個為己為人 奉公守法 憑良心而行 在這種氣氛下 的確可以出現 中國古聖賢老子所提出的無謂而知 一種不需要執法者的社會 然而 當一個社會 變成現今香港的狀況 有大量暴民 以違法方式破壞社會 甚至 對自相反意見的人 動用私刑 在這種大部分人 已經完全失去互信 失去公德心 失去守法意識 和求同存意的精神的時候 社會根本不可能沒有警察 更加不可能出現反政府人士 所期望的大同世界 而這一個道理 其實非常簡單 是一個小學生 都能夠明白的原則 所以 我們在這裡看到一個事實 這一群 所謂爭取民主自由的和理非 黃絲和黑衣人 他們做事從來沒有想過後果 甚至 他們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一切 會為香港帶來什麼的後果 然而 無論後果是怎樣 有一點可以肯定的 香港並不會因為解散警隊 而獲得更多的民主和自由 相反 卻會完全失去民主和自由 因為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 是被迫走到最後一步 只能實施軍法統治 可能反政府人士以為 當警隊解散 香港就回復平靜 雖然 中國的老子時期 確實曾經出現這種 無謂而治的社會 而當時代的人 是十分嚴格 遵守良心和道德的標準 絕非現金人人 以暴力爭取自己無理訴求 以私刑排除異己的香港 隨著這一群所謂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以和勇不分等 不同暴力割蓄的方式 不擇手段地 一次又一次 更大暴力對抗警察鎮壓時 警察只會同樣以更大武力 驅逐和逮捕示威者 於是 示威者又不斷向公眾 控訴警方使用過分的武力 是濫捕 是黑警云云 並以此為藉口要求解散警隊 另一方面 當示威者的暴力不斷升級 參與暴力破壞社會 和對抗警察的人數不斷增加 警察就會疲於奔命 這個時候 也會出現另一種可能 就是警隊出現體能 和情緒上的崩潰 發起罷工及抗議 屆時 不但反政府人士 甚至警察 都會因為不滿每日不斷要鎮壓 工作壓力大 而開始大規模罷工 變相也都是警察被解散 大家可以想想 當香港政府發覺 連警察的武裝 余警棍 催淚彈 橡膠子彈 甚至手槍 都無法對抗這群黑衣暴徒的時候 這樣 政府就只能夠 另請一群擁有更強武裝 更高武力的部隊去執法 而警察之上 就只能夠是軍隊 即使香港政府為了安定民心 將鎮壓暴徒的軍隊 改換成另一個容易接受的名稱 例如 維持和平部隊 甚至是持武 或者是保武 其實都沒用 因為軍隊並不是被訓練來維持秩序 而是被訓練來殺人 他們的武器是機關槍、手榴彈和迫擊炮 他們的交通工具是裝甲車和坦克車 因為一個地方政府最主要、最基本的責任 就是維持社會的秩序和安寧 所以自古以來當社會出現暴動時 任何政府採取的對應都只是鎮壓 將示威者驅散 甚至是拘捕破壞社會秩序的暴徒 而不是向暴徒者派堂、派花 或是唱歌安撫他們 認真想想 當警隊被瓦解後 難道政府要派消防員、交通督導員 或是同軍去維持社會秩序嗎 甚至用他們對付使用汽油彈、 弓箭及炸彈等致命武器的暴徒嗎 或是黑衣人可以代替警察執勤呢 難道由每日要上班的市民 自行維持社會秩序嗎 當然無可能 那時香港政府唯一能夠平定暴動的方法 就只能夠實施軍法統治 然而 日華牧斯早於五年前 分享佔中事件分析時 已經藉著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十個步驟 詳細分析 迫使香港政府解散警隊 及迫使中國出動軍隊代替警隊 全部都是美國早已部署的計劃 美國早已知道 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 必定會落入這個圈套當中 因為這一套陰謀於過去數十年 早已於全世界不同國家被試驗過無數次 這一次美國都必定會如以往搬 以同一手法去推進 如果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 不懂得當機立斷來石安教會尋求幫助的話 香港的繁榮穩定就會一去不返 而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 也不可能將香港交給黑衣人 又或者由黑社會以暴力手段控制香港 他們不會讓香港 變成以往九龍城寨的三不管地帶 甚至不斷影響中國大陸在香港和內地的管治權 綜合所有方向只有一個結論 就是中國會讓解放軍進城 取代警察制止暴亂繼續下去 然而最可怕的是 香港無論是熟化民主派的議員和政客 或者想百萬希望爭取更大民主自由 自稱和理非的示威者 或者是以不擇手段的暴力方式 威脅政府的黑衣人 他們絕大部分人都會同樣落入美國的圈套 因為美國從來都不是關心香港人和中國人 是否擁有更大的民主自由 美國一直主動煽動香港人 以更大暴力對抗政府和警察 原因只有一個 就是迫使警隊解散 令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 只能夠出動軍隊鎮壓 再以此為藉口 集合世界各國的政府 與美國一同譴責 及制裁中國政府和香港政府 最終不但完全收割 中國和香港過去40年的經濟成果 更加會摧毀幾多人累積的一切努力 大家試想想 5年前 2014年的佔中事件裏面 反政府人士口口聲聲 聲稱沒有外國的勢力參與 對於所有指控他們 是被美國操控或者煽動的言論 都一概否定 但是 今年2019年的黑衣人動亂 反政府人士卻明目張膽地舉著美國旗 遊行至美國領事館尋求協助 更有不少人到美國舉行所謂聽證會 而美國總統也完全不被嫌 公開支持香港的反政府人士 甚至指黑衣人的暴動 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方式 去對付香港政府和警察 為什麼美國總統 覺得這種做法是有效呢? 因為稍有見識的人旁觀也知道 香港下一步的走向一定是軍閥統治 既然美國總統知道這種動亂 只是迫使政府實施軍閥統治 為什麼他仍然會支持黑衣人呢? 因為美國總統的目標 就是要中國和香港走這一步 就正如入華牧師五年前 於美國謀害中國陷入圈套的 十個步驟所分析的 一模一樣地發生 大家可以試想想 香港很多人都曾經玩過遊戲 三國子 假如有地方發生暴動 這樣必定是以軍隊鎮壓及平復 使社會回復秩序 難道還有其他方法嗎? 仲觀整個人類歷史 一直都是以這種方式處理暴動 所以當黑衣人要求解散警隊 其實政府已經沒有其他路可以選擇 這些所謂爭取更大民主的一群 竟愚蠢至一個階段 以為解散警隊後 他們就會有好日子過 從此他們的示威活動 就不會再有警察對付他們 可惜黃絲和黑衣人卻忘記了 警察最主要的工作 並非對付抗爭的暴徒 而是日常生活中 維持社會的秩序 令一般守法的市民 可以過正常的生活 每天安心上班 到超市和百貨中心購物 無需日日提心吊膽 害怕哪個街角會有暴徒衝出來 毆打、搶劫、甚或殺害他們 令他們暴施街頭 香港根本就是 現在要這樣做 絕對根本目的就是 逼得香港盡做軍法統治戒嚴 毀了香港所有經濟 這就是推手真正的意思 今年香港爆發反修例風波 示威暴力事件及社會撕裂 一直沒完沒了 國際新聞指 香港的安全性遭受嚴重打擊 每放月下 示威者更一度踏滿機場運作 結果 於今年8月8日 共同信息88 世界超過20多個國家 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 加拿大更於8月9日清晨 將旅遊警示升級至高度警戒 及至11月1日 全球最少40個國家或地區 對香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警示 10月份整體訪港旅客 約331萬人次 下跌43.7% 女法局指 10月份跌幅較8月及9月份擴大 訪港旅客數字呈斷崖式下跌 嚴重打擊本港經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表示 過去幾個月示威遊行已變成暴力衝突 是導致國際社會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的重要原因 就此 日和牧師為我們進一步分析香港當前的處境 現時 香港這班無知的黃絲和黑衣人 從未認真理解 眾多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 不許國民來港旅遊和進行商業活動 正是外國對香港的歧視 代表香港是一個暴力城市 已經無資格稱為一個文明社會 甚至 大部分國家對一個地方發出黑色外遊警示之後 即使旅客嘗試購買保險 一般都不會受理賠償 自然 大部分旅客都會放棄來香港旅遊 轉往東南亞其他地區 因為在他們眼中 香港已經不安全 是一個生命會受威脅的城市 數個月來 我們有目共睹 香港只是一個對旅客和外國人而言 並不安全的地方 持續有國內旅客、日本旅客、環球時報記者 遭暴徒摘罵或撕鳥而受傷 其中 8月13日 暴力分子嚴重傷害兩門來地人 包括以索帶綁起一名深圳居民 以雷射槍照射他的眼睛 並進行虐打 以及另一位被不認為是深圳公安的環球時報記者 被捆綁雙手及圍偶 11月5日 三名東北大陸男子赴港 在旺角尼敦道遇到穿黑衣 戴口罩的示威者 示威者向他們喊叫 滾回中國 然後遭圍偶 由於三人使用了三角形戰術 示威者打不到進來 其後 現場聚集了百多人 以鐵通、雨傘和噴漆圍攻他們 導致他們輕傷 最後由警方到場處理 11月11日 一名日本旅客路過時拍照 被五認為是內地人 遭到十多名暴徒為偶私了 導致頭部受傷流血 隨後 現場有穿反光衣的急救人員為他治理傷勢 此外 黑衣人堵塞機場期間 強行阻撓外國旅客登基及離港 不斷發生爭執 還有不少國內旅客 國內交流生及使用國語的市民 做黑衣人群起排擠、杯葛、侮辱及擲罵等事件 根本 這一群無知的黃絲和黑衣人 根本不知道全球多國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 代表他們是歧視香港喪失了文明 無奈 黑衣人卻丁點自覺都沒有 反之 還以為越多國家對香港發出旅遊警示 代表他們越是成功 並且落在其中享受這種成功感 他們卻不知道 香港能夠被國際認可 成為旅遊升地及購物天堂 是幾十年來 上幾代人辛勞累積下來的成果 他們卻親手將香港變成全世界都看不起的城市 名譽盡喪 可見黑衣人實在是毫無自知之明 旅遊警示不單是指香港有危險性 更重要的是 外國認為香港已經沒有資格成為旅遊勝地 是已經完全沒有資格 甚至 因為香港當前的暴力事件 香港的金融信貸評級接連被降低 9月6日 國際評級機構為譽 將香港信用評級由第二高的AA Plus 再下調至AA級 評價展望為負面 而另外兩大國際機構標準普爾及目的 也同樣將香港的評級下調 顯然 當前這班傻仔般的黑衣人 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所作所為 使全世界剃尾香港 認為香港已經毫無文明 只有暴力 還誤以為自己以不擇手奪和暴力 爭取所謂的理想之後 當一切平息 他們不再暴動之後 實際間就能夠一切重回正軌 喪失的旅客和聲譽會自然恢復 實業的父母會繼續給他們零用錢 破壞了的公共設施 可以不用為收工人 也會自己修補 國際間會無條件將香港金融信太平均調高 沒錯 這班傻仔般的黑衣人 就是如此無知 他們實在是太天真、可笑 究竟他們一廂情願的想法可行嗎? 有可能嗎? 目前 他們持續以暴力方式破壞城市 不斷進行違法、謀殺 和私了異見人士等行為 難道這件事過了之後 他們不再犯法 人們就會認為試過境遷 重新接納他們 不將他們當作暴徒嗎? 當然不可能 這一群傻仔般的黑衣人 卻天真地以為可以 不論從人情和道理方面 假如有人觸犯法律 他就是犯法 當一個賊人傷人搶錢之後 他被捕的時候 難道還可以辨清 自己現時這一刻沒有偷錢? 所以自己不是賊嗎? 失了在怡笑大方 當然不可以 當人犯了法 掠奪過 傷了人 殺了人 只要做過一次 他一生都是賊 是兇手 縱使今天他沒有殺人 但他一生都絕不可能是證人君子 同樣 只要暴徒曾參與遍地開花的暴動 曾破壞社會 破壞公物 襲擊警察 毆打異見人士 這樣 一生一世 他都是暴徒 這就是人情事理 也是法治社會的法理 然而 這只是自欺欺人的黑衣人 自己一直不願意正視的人情事理 他們不以為做過暴徒之後 卻又可以不負責任逃避法理 只可惜 在外國人的眼前 這群不斷破壞社會 毀壞公共設施的黑衣人 根本就是一群羨慕忌憚的暴徒 對於外國人而言 這根本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與外國人的思想 現時這一群暴徒 只會製造一個危及任何到訪旅客的暴力城市 因此於國際間 他們根本不會以黑衣人這種自欺欺人的觀點去定準 反之 任何外國人都會知道 只要這一代年青人參與過暴動 不按法理行事 這一代年青人都只是一群隨時動用暴力的暴徒 所以對於外國人在香港這一代年青人 根本就是喪失文明 和平及先量的暴徒 沒有人會願意相信這一群人 更沒有人會再相信一個 由這一種暴徒以暴力爭取得來的城市 故此 當全球最少40個國家或地區 對香港發出不同程度的旅遊警示 不同國際評級機構降低香港的信用評級 就說明其他國家已經疲勢香港 香港再沒有資格稱為旅遊勝地 沒有資格令人安心入門 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何當黑衣人從和平示威 演變成暴力衝擊政府之後 國際間 隨即在8月初 有超過20多個國家即時對本港發出旅遊警示 甚至加拿大更將旅遊警示升級至高度警戒 何解他們會如此迅速回應 而提醒自己的國民不要到香港旅行及做生意 更鄙視香港為一個暴力城市呢? 答案其實非常簡單 只可惜 唯有這一群傻仔般的黑衣人根本明白 因為對於外國政府而言 他們實在見過很多這些城市 如中東及非洲等其他國家 只要有這種程度的暴徒衝擊政府和警察 私募忌大地破壞公共設施 其實這些暴民的破壞只會變半價禮 愈演愈烈 最終都只會成為一個暴力城市 隨時毆打任何旅客和異見人士 這些都是外國政府習以為常 見慣其他國家或城市必然走向的情況 萬一這些城市出現這種程度的暴徒 這個城市必然是不安全 亦重複出現了無數次一去不犯的事實 縱使這些暴徒會稍微有平靜的時候 但在任何時候 只要他們對政府和警察有所不滿 他們自自然然就會再次使用暴力 繼續衝擊政府和警察 只因為他們的本性一直是癡癡癡的暴徒 所以當黑衣人從和平示威演變成暴力衝擊政府之後 這些國家便會即時對本港發出旅遊警示 提醒他們的國民不要到香港旅行及做生意 這個旅遊警示就是這些國家公開標示了 這些黑衣人根本就是暴徒 是沒有文明的暴徒 對於黑衣人而言 因為他們自覺已經沒有東西可以再輸掉了 所以黑衣人不斷以攬炒方式 透過破壞社會來爭取他們無理的訴求 問題是當黑衣人自覺已經沒有東西可以輸掉的時候 反之當他們這樣破壞社會下去 對於一個已經破壞不堪 變成退門扮啞 更被全世界都歧視的城市裡面 他們又怎麼可以贏到些什麼 賺到些什麼 爭取到些什麼呢 此刻當我們眼見事實 多個國家公開標誌香港是不安全 喪失文明 從而向自己國民發出旅遊警示 提醒人民不要到香港 假若當一個外國人離開機場的時候 總是聽到示威者以髒口摘罵警察和異見人士 令數百班航班取消和延遲 難道這位外國人還能夠安心再次來港旅遊及做生意嗎? 當然不可能 旅客和外國人只會看到 這個香港的示威者都是暴徒 喜歡破壞和毆打他人 當香港因旅遊警示 標籤為不安全城市 外國人不單止不會再來旅遊 甚至也不會再在香港做生意和投資 所以透過這個精華短片 香港人要對日後的情勢 有一個全面及整傳的概念 有些事物是需要數十年時間辛苦累積 一朝失去就永久無法再斬回來 對於國際評級機構和外國政府而言 一個城市遇到經濟衰退 股市的大跌或是一場不幸的天災 這個城市總會有一絲機會可以重新振作 建設成為一個比以前更繁華更有經濟動的城市 只是當一個城市有為數不少的人成為暴徒 持續不斷破壞社會 衝擊維持社會秩序的警察和政府 甚至於今次區議會選舉之中 香港竟然有53%的選民會支持那些動用暴力的政黨和議員 據於外國人而言 香港已經可以完蛋了 因為這次區議會選舉足以證明香港是一個暴力城市 是一個絕不安全、喪失法治的城市 這種喜愛動作暴力情況 只要開始了 就是無法停止了 香港這個城市的經濟優勢和旅遊升地的位置 根本是一去不返 將永遠消失 故此大家就會明白 為什麼近日已經有多個媒體報道 現時多個國際金融機構表明 不會再請香港人 甚至已經有香港的高層被解僱了 只因為這些國際金融機構已經不再信任香港人 再不會接受香港是一個有文明和有法利的城市 以下是新聞媒體相關的報道 英國傳媒報道 多間金融機構不願請香港人 擔心影響與內地合戶的關係 金融時報引述多間銀行、會計私樓、律師行等高層說 擔心港人曾參與被港府定性為非法活動 有基金公司不明文規定不再請香港人 又會問應徵者有沒有曾參與暴力抗議活動 和增加社交媒體的背景檢查 部長亦訪問在交通銀行做了14年的 香港分行前首席經濟及策略師羅家聰 他說10月被要求辭職 銀行認為香港人不適合代表中資銀行去發現 近月的抗議活動 亦令到香港和國內的員工分歧加劇 羅家聰說中資銀行正逐步肅稱港人 交通銀行發言人拒絕評論報道 無疑,這正是香港人在國際間當前的情勢 由於黑人的暴力行為 香港這個城市與全世界多年來累積的社會情操和文明迎春 其實已經在短短六個月內位於一旦 永久都無法再賺回來 除非整個香港及政府願意向石安教會道歉 令整個香港都成為真正信主的基督教城市 若果香港人堅持不選擇認真信主 他們還能妄想賺回這一年所失去嗎? 我們能夠斷言 縱使下一代耗盡一生都無法賺回來 香港擁有的一切成就和美語 一旦失去,就只會永久失去 好,現在再說回 但最後這個結局 只不過是利用香港引爆全世界 為何要記住 我經常說背後是3Mission推 但真正下面那群馬仔是不知道我們知道的東西 那群馬仔是真的按照他們的計劃 例如現在推香港,是為了推倒中國 他們的計劃是這樣的 但他們的頭頂叫他們這樣做 即是複製回之前的 人口紅來不同地方的收割 藉著貿易戰 將外匯整塌 導致他們可以在華爾街操控到所有的 所謂對賭 這種是對賭你的市升還是跌 這是賺大錢的 所以控制到每一次真正的大暴亂 而每一次小的大暴亂是做不起的 因為沒有他們背後的背後支持 他們全部背後支持 包括我所說的司法 會出敗、執法這些 才是王牌 所以每一個暴動 很多不少有些是失敗的 但成功的那群人一定是他們推 所以他們買起和買跌 一定是華爾街 所以我們用這個方法 其實就是買起買跌 其實賺就是賺什麼錢 就是你們這些人的錢 因為這個本身就是經濟槓桿裏面 一定是這樣連的 如果不能夠把你的資產和那個槓桿連繫的話 是不可能炒的 不能夠指著蘋果去炒你的起跌 不可以的 一定要用你的對沖基金去炒它 所以每一次香港的起跌 是十人操控的話 在那個對沖基金上 其實是賺香港起跌的錢 是賺完你的錢的 其實現在我們還以為你有錢遞給他 不是的 他用那邊的對沖基金指著你的起跌 去買你起 還是買你跌 就是賺了你的錢 只要你的意思是起和跌 這就是金融貿易戰常常有的動作 華爾街可以說很厲害 但有些人連聽都聽得懂 但現在玩得很熟 雖然有人會覺得 世界上不同的國家 城市 地區 常常都會發生大大小小的動亂 有些成功 有些失敗 但是為什麼我們會認為 是Freemason在幕後操作呢 原因 世界上當然有很多嘔發的事情 然而對Freemason而言 他們是無保不落 一擊即中 所以 他們出手的次數不多 但往往都會成功 原因 他們不同於一些自發性的群眾事件 上街示威 暴動 反政府 這些只是由群眾自發 以單一的方式 上街對抗政府的反社會事件 然而Freemason所做的 往往是經過長時間部署 於政治 經濟 社會 文化等各方面 一次過作出全方位攻擊 所以 當美國於背後親自推動的時候 永遠不會只是單一線動民眾上街 並且會加上在經濟上的操弄 借機推低股市 同時間 亦加上三權分立 收買司法的方式 對付警察 所以 就算有一位幾好的總統或者統治者 都一定會被推下台 因為 這種全方位的攻擊方式 不是一個普通政府 會預計到的事情 並且 當倒台的時候 Freemason更是在背後 早已大賺一筆 因此 對比其他民眾 偶發性事件 他們是冒險上街去推翻政府 並且在當中 更未必會得到利益 推翻政府之後 自己只是被人稱為義士 是風波過去後 繼續自己的生活 或是革命失敗而被殺 但對於Freemason而言 他們是完全不用冒險 原因 所有的劇情已經計劃好 所以 他們每次都是穩賺 就算劇本中出現亂指 然而他們也可以以其他方面的攻擊去補救 也就是說 他們有眾多的籌碼可以運用和隨時添加 就如現時的中美對抗 在開始的時候 大家都以為是單純的貿易戰 到了一年多之後 人才會意識到 這是全方位的爭霸戰 美國對中國的攻擊 已經不是貿易不公的問題 而是在軍事上 經濟上 人權上 社會上 情報上 文化上 科學上的對譯 中國的武器 那群小馬 就被說服 做好這十二人 然後做好這一個 中國 但是馬仔上的我們 其實就是一直指他們 因為他本身不是好人 但是 他們亦因此而會受他們 有生之年 其实就像黑社会或者世上的罪恶 他们一定会存在的 但是Freemason就将他们合作在一起 使用他的废物利用 等于主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选择犹大 也是那个故事 主耶稣难道是黑帮大佬 为什么你会特意选择犹大 因为他一定会出卖主 所以一定将他合作 废物利用了犹大 所以Freemason其实走回这条 这么基本的原则 就是说他控制大部分的正义 但也同样有控制一个犹大 而大问题是 只不过这个犹大不知道 他不知道 在今次香港这件事 当然会引爆全世界的经济 因为结局就是我们所说的四马 走远了全世界 当一出现这种矛盾 我们亲眼看到 在香港 有黑马去导致香港经济崩溃 自然会有白马出来和他抗衡 也有红马去镇压 接着信仰的灰画 就成为所有答案 所有能力的总和 并且审判和他移出 一定是这样的 全世界都会是这样的 原因是香港的事件 你能够想象 香港的事件和中国的事件 是因为信仰的承认 而改变 导致这件事解决 全世界都发生相同的事件 最先发生最严重的 竟然是因为信仰而解决 证明了这一间教会 成为星光去发光 成为全世界的导航 起码成为香港和中国的导航 连中国无神论都接受 美国呢 美国立刻会承认这个大复兴力 是立刻承认 因为他看回真正的历史 这个根本不是由政治捧起的 由头到尾都真的是超级的 是吗 那么这个复兴就被覆了全世界 所以变成这几只马 是没错 是在这里导致到我们 去成为弱失民众 但是相对 是成为全世界的导航 成为那些的答案 不用搞那么多事了 原来根本是一套讯息 就解决了 我搞那么多事做什么 我什么需要镇压 我什么需要出来 去谴责的 完全不用了 因为人家也是这样解决了 我们就学他了 我们就是这么迷糊 他讲出的事实了 所以到时 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香港只是一个起点 就是这个复兴的起点 但是问题也是 香港这件事当中 我们成为答案的话 就会成为普天下人的答案 因为我们真的 劲得就是 讲几篇道解决了这件事 那你还想怎样 还有哪个复兴带的这个 还有哪种的权柄能力 是比这种级数 还不是先知 那还要是怎样 还有哪间教会 有资格走出来批评这件事 你们有没有本事做到 你们随波逐流这些死语 对比别人 所以香港我们亲眼看到这件事 但是为何神恩征又恩征又恩征又恩征 我们在这件事里面的角色 其实就是为了我们做好香港这个角色 但是如果连一个无神论国家都站出来 他们是先知 哇你想想 不可能美国因为这件事而辟 为什么 因为第一美国是非美国的背后控制 为了预备这个复兴 第二根本他们一向是 你阿根廷大复兴 他会承认的 他不会因为这样而妒忌你的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神 他们知道自己要神 他们是全世界最先、最快 会对任何一个复兴而反应的一班 才能在这里 当然到时候 Rick Joyner、Mike Michael、Peter Wagner 我们叫他们走到一边 找John照应 你走开吧 John你用口头蟹去接他们的机器就可以了 洛杰你走开吧 说得更好 有感情 就像说Vio那样对他们 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我们分岛 我们被出卖的时候 我们看到哪些人 香港本土的这些所谓自己的弟兄 你就知道 哇 整班垃圾来的 你真的走过来 握手都没有资格的 明白吗 我们其实在过去这么多年当中 就是其实神给我们看见 这些所谓弟兄是什么 因为有一天 我们将会成为弱室的时候 我们自己怎么自处 对于这一班 耀美黑年的人 对于外界或者外国的人 我们都会更加清楚 更加明白 应该怎么自处 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 究竟要到达一个怎样的地步 才会接受由黄牧师提出的解决方案 除了就是23年前 1996年双氧水事件对石安教会的暗默迫白 作出公开道歉 制裁当年有份一切诬蔑石安教会的败类 也要将石安教会放上于圣经约室的位置 运用2012信息的威力 真正改变香港的民心 平息年来一直无法解决的动乱 再一次 令香港成为东方之珠 成为全世界的明灯和指引 要令这一切看似不可能 如神即般的事情发生 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有朝一日 全香港所有人都知道 若黄牧师、石安教会和2012信息 是100%里自神的先知和启示 当香港上上下下所有人都一同见证这个事实 他们就不需要再与任何人争辩 也不需要再作出任何讨论 因为神已经亲自证明 石安教会就是神的辛苦 就如旧约创世纪约室的时值一样 为什么当时代的法佬 会于傾黑间 甘心情愿将一位囚犯 高声子一人之下 万人之上的宰相位置 甚至毫无保留地 将一切大小事物的拳柄 全都交给若狮 以后不再过问呢 为什么法佬会信任若狮 到这种不可思议的程度呢 因为当时若狮不单为法佬 解开了一个世上无人能解的梦 甚至为他提供了一个 没有其他人知道的最完整答案 这一切都足以证明 若狮是来自神的代言人 这样法佬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吗 有例如 为什么巴比伦王尼布甲尼莎 会让但以利成为宰相呢 难道是因为他很敏捷 是因为他很大力 还是因为他很有钱呢 通通都不是 原因只有一个 因为他拥有神的灵 可以为尼布甲尼莎 解开一个连据自己都记不起的梦 完全证明但以利是来自神的先知 不但证明世上有神 并且更证明当时代 但以利就是最接近神的人 便无他人 所以当有一天 神以超自然的方法 说给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的领导人 石安教会就是他们唯一的解救的时候 那时候 就是石安教会余约室和弹以利搬被高星 并且更上一层楼 如以赛亚书六十章所预言 世上一切君王都要来就光的圣殿和辛苦 因为石安教会就是神唯一的先知和代言人 并且拥有神级的智慧和启示 可以完解世上一切最大的难题 戒时 当黑马的动乱扩散到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各国正要废杀思量 不知道如何应对市民对政府的不满 以及如何有效对付暴徒 制止他们继续破坏社会的时候 这些国家的元首却发现 香港和中国的动乱 竟然因为一间来自神的石安教会 得以完全解决 甚至整个国家和城市 都再一次回到合一和复兴中 这个时候 世上一切君王和元首都会来到石安教会朝圣 看一看神在我们当中的妓妙作为 并希望将2012信息完美地翻译成自己本国的预言 让自己的人民都能够一同观看 得知神的时代计划 当各国正要发现石安教会和2012信息 拥有这么奇妙的作用的时候 他们不单会惊叹日和牧师 拥有的智慧和启示 更重要的是 他们会知道 这一切都是因为日和牧师 心中有著神圣灵的同在 就如救药的药室和弹尼里一样 现在我们就会明白 过去近五年 为何神一直以众多共同信息 不断认证我们是一日没有偏差地被神带领的教会 并且是世上唯一一间辛苦教会 因为 这个并不是单单给予石安教会的大兄姐妹 成为我们的认证和鼓励 更甚的是 这一切共同信息 是要给予全世界的君王和万民 让他们知道 世上一切历史和建筑 都是为了成为塑造新父石安教会的祝母而被建造 如此 他们就会愿意接受 世上是有一位真神 而这位真神就在石安教会当中 应明白到 自己的国家和人民之所以存在 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所以 他们应当与石安教会同心 一同完成神的时代计划 那时 甚至动乱能否解决 都已经成了次要问题 因为既然石安教会证明了神的存在 这样 最重要的事情 已经不再是解决世上属肉身的问题 反而是要保证自己的灵魂是否得够 可以避体 与生父一同参与高羊的婚言 就如主耶稣分享高羊婚言的比喻的时候 指出一些人因为世母前身 不懂得珍惜参与神时代计划和高羊婚言的机会 甚至 最后要被神丢进地獄 所以去成为高羊婚言奔下的机会 要永远在地獄里面爱哭彻彻 你能够想象 当美国出现一、两位所谓先知 如睡梦先知 Ecker Casey 或是看水晶球的女先知 Jean Dixon 她们一些无灵两可 或一两句此时而非 好像很准确的预言 都会令美国人趣之若傲 甚至引来世界各地的军王 元首、首富和政要前去求教 然而过去十年 这两位所谓先知的预言级数 甚至比不上任何一篇2012信息 甚至是当中的一段精华短片 大家可以想象 当全世界的军王和元首 有朝一日发现2012信息是如此奇妙 有着历史前所未有 最密集、最准确、最深入的预言 并且同时拥有最详细的答案 可以解开世上一切不解之迷 解决各国政要最头痛的问题 这样他们又会怎样看待 西安教会呢? 当然就如法老般对待若失 以及尼布·甲尼莎 怎样对待旦而来 世上的军王和元首 同样会将西安教会 奉为神华级的人物 因为西安教会口中所出的智慧说话 就如神自己发出的声音一样 让我们再看香港现今的局势 究竟香港将来的复兴是怎样诞生的呢? 首先,如果香港政府要从动乱中再次回复平正 就必须接受西安教会 并且在香港人面前为西安教会平反 正式表扬及向西安教会导借 因为2014年的占中事件 正正是因为日华穆斯分享的2012信息被广传 才得意在短时间内平复 并且日华穆斯早在5年前 已经预言今时今日香港局势的每一步走向 并美国背后的阴谋 香港人便会知道日华穆斯不单是一位智者 最重要的是他们知道神的真实 而这位全知全能的神 一直与日华穆斯和西安教会同在 甚至当他们认真地听西安教会以往30年 一篇都没有重复的信息的时候 他们才会惊觉 原来过去34年 香港一直存在一间旗即半的教会 他们不单一直都不知道 甚至更如许多香港人一样 曾迫白西安教会当中的大庆节目 他们就如约失的10个哥哥 而恐惧、战惊、真正痛悔的心 回转到神的身边 并且甘心情愿来到西安教会朝聖 尋找神 希望把握最后的光阴 赚取参加高阳分宴的入场券 与辛苦一同鼻涕 当时香港人就会如主耶稣时代的门徒一样 当主耶稣未钉十字架 圣灵未降临之前 门徒无法完全明白主耶稣教导他们的一切真理 甚至很多时都觉得主耶稣前言不对后语 答非所问 或是回答他们问题的时候 每一句都如天马行空 每一句都能听得明白 但当圣灵来到就向门徒打开 因为他们已经重生 圣灵洗之前主耶稣对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都如谭语打开谭底一样 全部都能够明白 现时普遍的香港人亦一样 起先他们会因为接触到2012信息对香港局势的分析 而认识石安教会 但是当他们再去听其他信息的时候 他们极可能完全听明白 甚至认为石安教会是一间古怪的教会 每星期都分享奇怪的共同信息 讲什么电影有引证他们是黎智神 其实他们无法明白的原因 就如主耶稣的门徒一样 因为他们未重生 心中无圣灵 但是时候一到 就如约以书和仕途行主所说 正灵要销灌烦有血气的时候 香港人的眼睛和心肺就会被打开 能够见到神的真实 并且见到神的灵是混合在石安教会里面 香港人就能够明白石安教会分享的每一篇2012信息 当中每一个最奇幻 最超自然的共同信息印证 甚至他们自己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经历到神级与他们的共同信息 那时候 中国政府和香港政府 不但会将解决黑衣人动乱的权柄交给石安教会 甚至会如法佬和尼布教尼莎一样 将全国的管治权交给我们掌管 让我们全权处理宗教 政治 经济和外交等 所有最重要的政策 就如法佬对他的神博说 若失有神的灵在他里头 他还有另一个人选 可以代替自己管理埃及 同样 如果他们发现石安教会就是神的辛苦 他们都认同我们的身份 这样 中国和香港的领导人 也会作同样的决定 既然石安教会里面有神 这样 他们还有其他更好的选择 难道他们还要去天主教 或其他无神超自然印证的所谓教会寻找吗? 当然不会 那时候 我们就会值这个机会 向全世界愿意接受石安教会的人传福音 将神时代计划的来龙去墨 告诉他们 向他们解释他们遇到的神迹 告诉他们听我们的见证 石安教会也会表明 我们并非要参政 相反 我们只会做神一直以来呼召我们所做的事 就是全港神的话语和神的时代计划 这个就是神一直为我们铺牌的布局 然后就可以带起世界最后的大复兴 在感言部分 我相信大家已经理解我一直在说 为什么当这件事发生的时候 你要看到我会有这样的观点 因为我站在什么视点去看现在这件事 因为我们很特别 因为我们是一个唯一的视点 就是我们看的东西 香港有没有任何的批人 或者政要 是像我们这样的视法 没有的 所以他们从逻辑会一样推论 都没有预知将来 因为我们的视点属于很疯狂 好像很复杂 怎么才是很复杂 因为我们知道背后这件事 是Firmation搞的 事实上1996年 我们已经知道这一类的资料 Firmation 很多他们所做的私有化 很多这些东西 但问题复杂到 就是Firmation背后的长官 就是我们 时空出所 香港有没有任何人 是会有这样的看法 没可能 所以他们更加不会知道 在很多年前知道他们会做事的手法 还有目标 还有目的 当然 现在这个目标和目的 就是从长官力使移 将我们慢慢摆上这个舞台 虽然我们现在会看到 比如好像美国那样 自从今年的6月9日开始 很多这些新闻都给我们看到 美国真的做回 我们一向会说他会做的事 比如6月17日的时候 特朗普就说 香港这个反送中示威 影响力巨大 非常之有效 去到8月15日的时候 特朗普就建议 国家主席习近平 亲自去会见香港的示威者 在11月19日的时候 我们刚刚 我讲这篇信息的时候 这两个星期 就说美国参议院通过了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差不多到一个阶段 就好像可以说 要救香港人民而出兵 这个就直接说到 到时出兵的时候 你会看到就是 日本人走回来香港 到时当然 那些看惯火影忍者的漫画 《海泽王》那些 有日本旗 反正叛国也没所谓 再来说 他觉得自己又不是中国人 与今年年初 又说牧师已经在每日零收节目 再在溪水旁分享到 中美贸易战 并不是单纯的贸易糾纷 而是美国要打到中国的第一步 而香港将会成为中美角力的磨心 其实 香港政府推动 逃犯条例修订草案 揭开了整场反修例风波的序幕 然而这次的风波 正正成为了美国打击中国的契机 就是藉此 燃起另一次颜色革命的翻版 当香港人的示威人数越来越多 在2019年6月9日 百万人上街示威后 美国政府就在后面推波助瀾 火上加油 当中包括参议员 盧比奥及众议院议员 史密斯 在国会提出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 制裁損害香港自治的官员 美中院议长佩洛西法声明 支持港人反修例 中国外交部即指责美国干预内政 美国总统特朗普称 这是他见过最大一次的示威 并且会于6月尾的G20峰会中 与习近平讨论香港问题 其后6月16日 200万人上街后 特朗普再次回应 称香港反修例游行非常有效 美国国务院并重申 支持港人对逃犯条例表达的关注 纵使在7月1日的示威中 示威者攻入立法会破坏 但美国总统及众院议长佩洛西 仍然支持示威者 其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 以及香港前特首董建华称 美国是这次反修例运动的幕后推手 到了8月出现连串机场被堵塞的事件后 特朗普更称香港的情况严峻 并且中国部署解放军来港 事情一直发酵下去 到了9月8日更有示威者聚集请愿 希望美国国会通过人权民主法案 其后10月15日 美国众议院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交由参议院审理 11月19日 参议院亦通过《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最后在11月27日 由总统特朗普签署生效 随即中方评击美国企图搞乱香港 香港政府亦提出强烈反对 表示条例的内容以人权及民主为名 但实际上部分条文涉及出口管制 及香港执行联合国制裁措施 根本与香港的人权及民主无关 两项法案更会向示威者发出错误信息 无助缓和香港局势 而《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最终目的条文 就是总统向国会提交名单及制裁 在香港作出任何严重违反国际人权行为的人士 以及国务院每年向国会提交香港自治情况年度报告 检讨是否仍然给予香港最惠国的待遇 事实上 条例生效的一星期后 有美国共和党员流出第一批疑似制裁名单 包括特首林郑月娥 保安局长李家超 律政司司长郑若驊 行政立法会议员叶劉淑宜 前任警务署署长盧偉聪 及现任警务署署长邓炳强 当我们回望整件事 其实特首林郑月娥 早于9月已宣布撤回条例 假如美国不是想以香港打击中国的话 这个已经是一个绝佳的下台界 然而美国政府却没有这样做 反之继续以高速審议及签署 香港人权与民主法案 这个就证明 其实由美国打响中美贸易战开始 美国已经想打香港牌 以香港成为攻击中国的跳板 而法案的客观效果 就是为黄尸甚至黑衣人背书 支持他们对抗政府的所有行为 甚至乎让他们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也就是说让黄尸及黑衣人看到 按照美国的解读 政府及蓝尸才是奸角 所以他们所说的止暴制乱 其实就等于极权国家伤害人民的方法 亦因此他们的下场 不会是因为止暴制乱而被赞扬 相反他们是被美国所制裁 并且不是被一个国家制裁 而是将会被全世界 美国所有联盟国家所制裁 因为他们已经等同于过去 伊拉克的侯塞恩 列比亚的卡达菲 以及北韩的金正恩 所以当美国提出后 所有联盟国家也有绝佳的理由去跟随 让香港成为世界围堵中国的切入点 成为各国对付中国的正义理由 例如11月13日《惠布》报导 英国主管亚太事务的 副国务大臣威勒首度发信表明 英国政府将就香港局势提出人权法案 制裁严重侵犯人权的人 加拿大议员也推同审议一条 有关制裁香港那些违反人权 腐败官员的法案 即马格尼茨基犯案 制裁損害香港人权的香港官员及警员 荷兰更是首个欧盟地区国家通过议案 要求政府实施马格尼茨基犯案 意大利国会也通过声援香港的决议案 要求调查香港警察濫用武力的情况 因此,美国的举动客观的效果 除了为香港的乱局火上加油 让双方的仇恨不断增加之外 假如其他国家纷纷效法美国的话 就会形成对中国的包围网 并且香港的官员、警员 也会纷纷跳船逃避制裁 这样对于占中十二步的推进 又会踏前一步 就让警察甚至政府瓦解 并且也围着美国谋害中国陷入圈套的十个步骤 当中的第九、第十步 麦下伏仙 就是让香港、中国 成为受全球传媒譴责 并且最终成为被全球国家所制裁的对象 大家可以想像 其实半年前 根本无人会想到 香港官员的名字 会写在国际制裁的名单上 更不会想到 西社会好像入华牧师所预告的一样 一步一步的实现 所以 可以预期 香港的乱象 终会继续加剧 没完没了 甚至成为中国被美国打击的一大缺口 藉此 甚至可以演变中国被国际制裁 最终按着美国的剧本 导致中国经济崩溃 变成像伊朗和北韩一样的光景 所以你会看 现在是不是美国 照着我所说的剧情是发生的 但是将要你记住 当一到大复兴的时候 所有这些故事 是完全向另一边趋向的 因为本身Firmation 就会立即叼转整个计划 因为当我们摆上这个舞台的时候 计划已经完成了 进行最后一步的动作 就是全世界继续拆动黑马 但是同时全世界 也会将他们解决这个问题的权力 和权柄再次交给神 为什么 因为终于在人类历史当中 就算由主耶稣基督的时代 都开始 都未证明一样东西 因为主耶稣的时代 都没有公开给全世界知道 证明神是真的 没有的 没有的 全世界在耶路撒冷 在那一刻 钉十字架的时候 都没有全部证明给他们看 全世界神是真的 你有没有发觉 主耶稣基督基本上 他分享的信息 是和那个时代脱节的 然后跟着他三年半的温度 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就是要问他 主耶稣说 我用比喻跟你说 OK 或者你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说 因为我这样说的原因 就是主耶稣当时所做的事情 其实是和圣经里面 一个预言的逻辑是相反了 原来有一个时代当中 是发生一件事 听着了 就是神的殿会重建 然后这个殿的荣耀比先前更大 并且神再一次 神动天地仓 将万国的真宝运来 全世界都要来这个殿 这个殿将成为万国祷告的殿 对不对 好了 那就是他在说什么 我们经常都以为 这是预言 然后觉得这是预言 将来会发生 但你有没有想到在大前提 这个预言会发生 就是证明给全世界看 证明给万国看 神是真才可以 主耶稣没有证明 对不对 他没有 他没有证明给全世界 因为这个时候 我们越了解圣经 才越觉得神是真 因为研究主耶稣 但是主耶稣自己的时代 是没有证明给全世界看 神是真的 而事实上这二千年里面 都没有 你来到石安 就觉得神是真 因为神是证明给石安看 神是真 但他仍然在这一刻 没有证明给全世界看 神是真的 但是有一天 会有一个殿 这个殿的工作 完成了之后 他竟然能够做一件事 就证明给全世界看 他超越了语言 因为是万国的真宝都要运来 对不对 其实这是在迎接石安 石安是将会做一件事 是主耶稣没有做的 因为那个殿已经完成了 然后完成的时候 会有一件事发生 这件事只是做了一件事 万国的真宝就会运来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 那几个博士去主耶稣出世的时候 拿些礼物给他 为什么他们这样做 因为对于这几个博士来说 神是真 主耶稣基督是救主 他只会因为这样才做 他不会说那里有一只生猪出世 他去做这件事千里少少 不会的 对不对 在这几个博士来说 some way 神证明给他看神是真 而并且 救主就是这位 在玛徒出世的 小孩子 对不对 是的 这是一个的影仪 他告诉你有一天 圣殿会出现 所以我们常常看 旧约所说的预言将来 这个圣殿的时候 我们其实锁定了 它是预言 所以会这样 但我们没有想到 under什么condition下 这个预言才可以应验 就是这个圣殿有一个function 当它完成之后 现在你明白 为何神说 2018年石安 是什么 这个圣殿已经完成了 下一步他要做什么 他要突然间 将一样东西授予给这个圣殿 这个圣殿 原来在完成的时候 它有一个使命 有一个定名 有一个身份 它的身份就是向全世界证明 神是真的 并且 这个圣殿 你来到 因为圣殿 不仅仅是真 你来到可以亲近神 你可以向神献祭 你在那里可以学习 关于神的分配 原来圣经里面记载 将会有一个时间 世界结束的时候 有一个时间 会有一件事 这样的事发生 大家在新约的弟兄姊妹都知道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建筑物 因为历史从来 没有一个建筑物做过这个 是不是 这个圣殿 主耶稣亲口说 是不是建筑物 不是 将会是一班人 当然这班人 不是和主耶稣那个时代 是不是 都死了 进了棺材 是不是 他说这班人 在世界末后结束的时候 会有这样的信仰及熟 那你就明白 为什么神说 九二三和我们有关 二六六和我们有关 因为 结束了 而结束了一百分的人 是可以做到这一件事 而这一件事 就是石案的定名 那你就明白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 印证共同信息 文化密码 发生在我们那里 因为这个是我们的定名 因为你怎么想 你怎么去用我们人的小小脑袋 都想不到 为什么 其他教会就连一件都没有 但是石案多得这么紧要 这些印证 你会觉得 用不需要这么多的那种感觉 足够还要有余 有余之后 差不多我们真的很疯狂 像刚才说的 小狮子的文化密码 都很疯狂 你怎么想 怎么计算 你都觉得 绝对 不可能神明一间教会做到这样 但是 除了是奖励之外 原来我们有一个最后的定名 就是神利用我们 去做这个障后复兴 但这个障后复兴 只是建基在这里 建基在一个逻辑 和建基在一个condition之下 这个condition是什么呢 就是 他们是圣殿 他就是历代历勢来 终极圣殿 是吧 但我们一时转不回 脑就没有想到 那圣殿是证明什么呢 证明神是真 圣殿是让人来亲近到真的神 那位唯一的神 而并且万国来到的时候 就是万国肯定了一样东西才肯来这里 就是说第一 你这个神绝对是唯一 六一真神 是不是 并且来到这里 我就会可以见到祂 接触到祂 是不是 原来最后的圣殿 如果既然在我们身上 那豈不是我们一定有这个站 豈不是我们一定有这种能力 豈不是一定有这样的剧情 是不是 那你想想 现在是不是这个剧情开始 这个剧情开始了 而开始的时候 只是万民都在幽暗当中 黑暗正是遮盖万民的时候 是不是 所以我相信 为什么我会看到香港现在这些事件 每一次和你们谈的时候都很积极 很开心 因为这个是整个概念 在整件事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神给了我 而事实上 只不过一定要分一篇一篇信息 按着逻辑慢慢解释给你们听 否则你们真的追不上 很多时候你想不到 这么复杂的战术和策略 这么复杂 答的问题就是神是这样安排 而并且这个是他的结局 他为人类所做的一个终极结局 而这个已经记住了在启示录 所以你会看到 现在正在照这个剧情推进去 感言报分 由牧师透过当前幕后策略者 Freemason于香港制造的乱局 为我们进一步分析 属灵圣殿的建设 与食安教会定名的关系 随着当前香港时局发展 神预定香港政府必然会向食安教会道歉 带领香港和全世界走出启示录四马审判的噩梦 从而让香港进度最后大复兴的剧情 按着神的计划完成建立熟灵圣殿 无疑 人类历史来到结束TAF的一刻 终于要发生一件事 是自2000年前 主耶稣时代开始 一直从未向全世界公开的事实 就是属灵圣殿 将要等到历史结束的一刻才会完成 主耶稣的降生 是建造属灵圣殿计划的开始阿里夫 甚至主耶稣分享的信息 是超越时空与当时代脱节 就如主耶稣的讲道里面 曾一直预言 神的殿将会被重建 并且 神会再一次震动天地沧海 将曼国的真宝运离 好让全世界都来到这个殿 使这个殿的荣耀比先前更大 并称为曼国祷告的殿 原来 主耶稣当时代分享的信息 一直要指历史结束的时候 共同信息所名证的宋灵圣殿 石安教会将要建造完成 那时曼国的人都会来到石安 认知神的真实 所以主耶稣的降生 唯要开启建造熟灵圣殿计划的开始阿里夫 于2000年前 神没有借主耶稣或初代新约教会 向曼国证明自己的真实 唯有到了历史结束的一刻 历史上 终于诞生一间教会 石安教会 是属灵圣殿的终极完成品 这所属灵圣殿 竟然能够达成一件事 就是向全世界证明永生神的真实 甚至能够超越言语限制 让曼国的君王和人民 都要来到圣殿就光 将曼国的真宝运来 使这个殿的荣耀比先前更大 来到今天 他们终于明白 主耶稣的教导和救约众先知的预言 其实 这些经文全都是形容 今天共同信息所指向的石安教会 石安教会将要达成一件事 是主耶稣在地上从未做过 唯有等到真正宗灵圣殿建造完成 Complete 了 街市就会发生一件事 憑着这所宗灵圣殿的完成 曼国的真宝都会云来 即全世界的君王和元首 都要前来就光 使这个殿的荣耀比先前更大 这是过往六千年历史里面 还没发生过的大事 情况就与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神让东方几位博士千里少少 从远方来到耶路撒冷朝圣 在主耶稣出生的时候 送赠极之贵重的礼物 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呢? 因为他们知道神是真实的 主耶稣就是那位唯一的救主 原来 神值着几位博士的活剧成为一个影仪 目的就是告诉我们 到了某一日 即历史完结的一刻 一个所真圣殿终于建造完成了 就如主耶稣降生的时候 人们都会前来朝圣 然而 到底末后宿灵圣殿 会于什么时候完成呢? 诗篇118篇 和主耶稣钉十字架前 目役在耶路撒冷的时迹 正是告诉我们 到了2018年 这所属灵圣殿终于要完成了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 于过往四年的天马座行动信息中 神持足不断借着众多共同信息 明证石鞍教会的永恒身份 就是这所属灵圣殿的终极原成品 目的就是借着石鞍教会这所属灵圣殿 向万国证明神的真实 明证神是创始成终 阿拉法、阿梅加 是色在、金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 是丝毫不差、完全掌控历史 铺切共同信息的永生神 石鞍教会的定命 就是要成为这所属灵圣殿 然后下一步就是 奋斐必出于石鞍 那时石鞍的工作 就是将神的奋斐 神与Oracle教导全世界 让人可以亲近神 向神献祭、贡献自己 而这件事就是石鞍的定命 因此我们就明白 为何神会大废周章 以大量共同信息和文化密码印证我们 如923、266、88、1455、4794、绍士字等 因为这是石鞍教会的终极定命 神的用意债要提醒我们 这是我们石鞍教会被造的目的 就是不断破釜沉舟、装备自己 努力塑造自己成为这所属灵圣殿 让石鞍教会完成最后的大復兴 此时此刻 神要我们专注 建立与神之间真实的信心 因为这一刻 最后大復兴经已临到 其实 约翰福音16章 就是提及2018年后所发生的事 主耶稣在《正章圣经》最强调的一个字 就是 《时候已经到了》 于2018年 属灵圣殿建造完成后 当这个时候到了 啟示62章的小孩子就要诞生 石鞍教会的终极定命 就是成为这所属灵圣殿 发出明亮的光辉 在黑暗遮盖大地 幽暗遮盖万民的时候 让万国都要前来袭光 所以现在你要专注的 背后来说 我要专注的 是的 你要专注的就是 去经历神的真实 去更加建立 关于神在你身上那种真实的信心 这个 就是现在你要专注的 因为这一刻 这个时候已经到了 所以你可能没有留意 其实约翰福音第16章 就是说2018年之后发生的事 他就是主耶稣最强调的一个字 整章都是针对一个字 围绕着一个字 就是事后已经到了 明白吗 然后在那里说出一段经文 在第12章中出现 他就是说君有婦人 和小孩子出生 但是他针对就是事后已经到了 当然主耶稣的时候 然后完结他的全力的使命 就是完成了救恩 让圣灵临到 但是我们到的时候 是什么呢 我们的工作和主耶稣是完全不同的 主耶稣是和那个时代脱节 但是我们是和这个时代交流 是让我们成为他们的圣殿 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代的圣殿 每一个人要认识神 一定要来识安 每一个人要经历神 一定要来识安 因为信命定 是这样预言在圣经上的 只不如你看到这件事 原来用这个方法发生 如果我们没有解释 当然想不到原来这样发生 但是现在你亲眼见识 怎样发生 所以最后我想每一个都和三个人说 现在我要做的就是定征在神的真实上 我们一起来欢呼祝祖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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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